齐妍做梦也没想到 昨晚与之春风一度的女人 居然是自己学生的家长 期中考试刚结束 齐妍约了朋友小聚 灯光微暗的酒吧里 到处都弥漫着暧昧气息 卡座中的她 身穿一袭红裙 身为领口衬的她脖梗修长 颇为性感妩媚 朋友特别不解齐妍 为什么放着轻松日子不过 非要去做又苦又累的差事 并劝齐妍尝够了新鲜 趁早辞了那苦差事 齐妍抿了一口酒 表示再说吧 朋友正要回什么 便被前来搭讪齐妍的人 打断了话题 也就一会儿的公主 齐妍这里不断有美女过来搭讪 而这些人 无一例外都被齐妍拒绝了 理由很简单 她对那些浓妆艳抹 一股子风尘味的人 并不感兴趣 而齐妍今日的目的 也不单单只是来酒吧感受气氛 只见她目光流转 四处搜寻着猎物 这时 她视线落在吧台边 身着干练白色西装的女人身上 女人在酒吧热烈的气氛下 被衬托得格外冷清 从而显得格格不入 看样子 她不像是来寻欢作乐的 倒像是情场失忆来买醉的 不过啊 这很合齐妍的胃口 齐妍是行动派 有些想法刚过脑子 人已经端着酒杯朝女人走去 身后朋友喊她 她也假装没听到 齐妍来到女人身边 开口问道 一个人 这时舞池的灯光扫过来 女人也恰巧在这时抬起了头 迷惑地看着齐妍 齐妍借着灯光看清了女人的脸 那是一张成熟知性的脸 眼尾处还有一颗黑色肋脂 就在齐妍靠近女人的那一瞬间 营店扑来了一阵淡淡的木质香气 那香味像冰凉的柑橘 又像沉厚的檀木 异常撩人 这时齐妍说谎不打草稿的开口道 我也是一个人 一起喝一杯吗 眼前的女人神情危暗 又低下了头 她没说话 但是也没有拒绝齐妍 齐妍就当她是默许 当机立断喊来服务声 点了一瓶白铐 并为女人倒了三分之二地过去 我请你 女人正正地凝视着齐妍戏白的手腕 心想 明明今晚只是想喝喝酒 放松一下 却时不时被人搭讪 她不知已经拒绝了多少人 可唯独这人 从坐下来到开口说话 都没有让她产生感人的念头 她迟疑了片刻才接下齐妍递来的酒 道了声谢谢 酒过三巡 女人便有了醉意 而不知不觉中 齐妍朝女人贴了过去说 扣子扣得这么紧 很热吗 我帮你解开吧 说吧齐妍拿开女人手中的酒杯 指尖顺势扶上了女人的手指 剑女人没有反应 齐妍便不再客气 她小心缓慢地接触到女人颈前的树口 并观察着眼前人的神色 剑没有异样 胆子便大了起来 直接拨开女人静置的伪装 嘴上还警告着女人 下次来酒吧不要沉这声 容易隐了 女人文言偏了偏头 终于开头 你是在说你自己吗 听着女人轻悦沉稳的声音 齐妍觉得今晚真的是剪到宝了 眼前人各方面都极其符合自己的喜好 如果不发生点什么 实在是对不起自己 她靠近女人 手轻轻扶上女人泛着红韵的脸颊 轻声说着 没错 我是先生 说吧 齐妍闭上眼贴近女人 女人看着眼前越靠越近的齐妍瞬间红透了脸 仿佛是做了许久的心理斗争 女人因紧张而抓着齐妍手臂的那只手 也慢慢松了开来 闭上了眼睛准备迎接齐妍的洗礼 齐妍看着眼前的猎物 唇角不禁勾起一抹笑 灯光朦胧 意境正浓 齐妍潜尝眼前软眠的烈酒 片刻 齐妍放开女人 嗓音绵绵说着 别压抑自己 都是成年 去酒店 一夜放纵 天光大亮 齐妍被闹钟吵醒 她拿起手机按停了闹钟 顺便看了一眼时间 随后 齐妍起身看着身边空空如也的位置和安静的房间 没想到女人离开得那么早 这时瞥见枕边有什么东西在反光 她低头仔细看 是一枚小小的耳钉 这才想起来 是昨晚她嫌耳钉碍事 会刮着嘴唇 便帮那人摘了下来 没想到落了一枚在这里 齐妍捡起耳钉放在手上 不由的感慨 成双成对的东西少了一只都不在乎 走得也太着急了 忘记问名字也没留个联系方式 真是可惜 茫茫人海 齐妍与女人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再相遇 只剩这枚被遗落的小耳钉留作纪念 将大附中内 初一二班 齐妍接待着陆续来参加家长会的学生家长 每位家长进来班级 都要在自己孩子的名字后面签名 然后领自己孩子的成绩单 齐妍也是第一次组织家长会 有意想要认认学生家长的脸 这时走廊上传来清晰有力的高跟鞋声 有远即近 一路进了教室 随后 一阵熟悉的冷箱在室内弥漫开来 齐妍手一顿 猛地抬起头 那瞬间四目相对 两个人都愣在了原地 不时 女人率先开口道 齐老师 好巧 齐妍怎么也没想到 昨夜与之春风一度的女人 居然是自己学生的家长 齐妍看着眼前人心头一跳 洋装镇定道 您是哪位家长 女人回道 陆维妈妈 齐妍思索片刻 在四十多张学生的脸里 挑出了一个小姑娘 与名字对上 随后齐妍不动声色地微笑 指了指桌子说 先签道把 女人淡然汗手 弯腰去看签道表 一缕碎发落下来 她用手铝上去掖在耳后 齐妍目不转睛地看着女人 轮廓柔和的侧脸心想 同样的正装 不过是换了颜色 这人看上去更加素冷 而眼前人端庄且一丝不苟的样子 简直与昨晚判若两人 齐妍无意识地将手里的成绩单边角都捏皱了 突然转念想到 昨晚在自己手里绽放了她 竟然是学生家长 这意味着对方是有夫之妇 而她极可能稀里糊涂地被小三了 想到这里 齐妍深吸一口气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见女人签完名字 齐妍顺手递过一张成绩单 并说到位置随便坐 女人客气地接过成绩单到了声谢谢 眼皮都没抬一下 直径拿着成绩单落了座 这时教室几乎坐满了人 齐妍把签道表收过来 低谋找到了陆薇的名字 往家长签道那一栏看去 原来女人叫陆之乔 她心里默念陆之乔和陆薇的名字 没想到陆薇居然是跟妈妈姓 虽然现在孩子随父母姓都可以 但是跟妈妈姓的还是比较少见 除非家里两个孩子 一个随父 一个随母 或者齐妍想到另一种可能 忽然眼前一亮 或许自己还有机会 不一会儿 家长会正式开启 齐妍站在讲台上声音清亮且威严的讲道 这是初一开学以来的第一次考试 刚从小学过渡到初中 孩子难免不适应 所以分数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希望各位家长能多一些耐心 讲台下的家长们听着齐妍讲话 各个正经微坐 聚精会神 生怕自己错过什么重要信息 只有一个人例外 那就是陆之乔 他正低着头看成继丹 着装如初见识果的那般岩石 眉眼间却疏离漠然 透着一丝静域气息 而讲台上传来的声音宛如魔咒 一字一句敲击在他的心口 他面无波澜 心却跳得厉害 手指不断摩擦着成继丹的边角 直到那里皱得不成样子 他才呼得想起那是齐妍碰过的地方 疏得一下松开了手 仿佛被烫到了一样 大历了半个小时 家长会接近尾声 齐妍把联系方式投影在了大屏幕上 供家长添加 陆之乔也终于在这个时候抬起了头 待家长会彻底结束 家长们陆陆续续离开教室时 齐妍开口叫住了陆之乔 陆之乔转过身问道 齐老师有事吗 齐妍向前一步说陆薇下午有百米赛跑的比赛 要不要去看看 陆之乔严谨一概地回道 不了 上班 说吧转身就要走 就在这时一名学生搬着课桌突然进来 一个没留意 撞到了陆之乔 他脚下不稳 身形一晃 整个人往旁边倒去 齐妍眼急手快上前一把勾住了陆之乔的腰 顺势将人拉到自己怀里 并提醒陆之乔小心 因为靠得太近 齐妍讲话时吐露的气息喷在陆之乔耳后 陆之乔心脏一颤 血气涌上脸颊 他想摆脱这尴尬的局面 轻微挣扎了一下 没挣脱 齐妍闻着陆之乔身上的香水味 下意识收紧了手臂 完全忘了自己身处和地 这是一旁的学生紧张地连忙向陆之乔道歉 还在齐妍怀中的陆之乔动弹不得 只能对那孩子说没关系 为了不被打扰 齐妍忙道 没事了 桌子我来放吧 你去操场看看比赛的同学 那同学立马应声跑了出去 空荡荡的教室里 静悄悄的 两人紧挨着 姿势一度轻易暧昧 因方才的动作 陆之乔衬衫的领口松了台来 昨晚齐妍留下的纪念也因此若隐若现 齐妍见状贴近陆之乔说 想不到我们这么有缘 随后齐妍握住她的手腕 见手腕上红横未消 便问陆之乔 手腕还疼吗 陆之乔没有理会 将头撇向一边 心里回答着齐妍 被捆了一夜 怎么可能不疼 见陆之乔没有回应 齐妍将她身体胆症 凑近她说 刚才开家长会 我讲话的时候 你一直低着头开小柴 这要很不尊重人知道吗 家长要以身做的责 给孩子说了一个好吧 看着她过分热情的样子 陆之乔被惹得一阵阵脸红 就在齐妍想进一步做些什么事 走廊里传来了 蹦蹦跳跳的脚步声 一下下朝着他们这边靠近 陆之乔心头一惊 慌忙地推开齐妍 这时脚步声在门口停住 一个身穿校服 扎着马尾边的小姑娘 站在门口 正正地看着陆之乔 眼神既惊喜 又有些害怕地喊了一声 妈妈 齐妍与陆之乔 同时转头看向小女孩 原来是刚跑完100米的陆薇 她小脸通红 满头大汗 其实陆薇本来想着家长会结束 到教室休息一会儿再回家 可谁知道 自己的妈还没走 保不齐老师在和她亲爱的妈妈 打着什么小报告呢 自要求对象 居然是自己孩子的老师 有时候缘分真的是妙不可人 刚跑完百米赛的陆薇 想着回教室休息一下再回家 哪成想自己的妈妈 正在和老师单独谈话 看着自己的妈妈 陆薇又惊喜又害怕 这时齐妍开口问向陆薇 比赛怎么样 陆薇乖乖地喊了声齐老师 说自己进复赛了 说完还偷偷瞄了自己妈妈一眼 齐妍温声夸奖她很棒 今天晚上早点休息 养精蓄锐 明天复赛加油 随后齐妍又说道 好了 跟妈妈回家吧 齐妍话音刚落 陆之乔牵起女儿的手 迫不及待地离开了教室 母女俩走出校门 陆薇便小心翼翼地问道 妈妈 你的脸好红 不舒服吗 陆之乔文言一正 莫名心虚 说自己只是有点热 但是他突然想到自己身上密密麻麻 全是齐妍留下的痕迹 书弟停住了手上的动作 他原本想着一夜过后 各自就不会再有交集 却没想到齐妍居然会是陆薇的老师 真是聂元 想着想着陆之乔 已经带着女儿来到了车旁 他突然问到女儿班主任 是不是焦宇文的 他记得女儿和他讲过 陆薇回她似的 陆之乔继续问到女儿 你喜欢她吗 陆薇不假思索地回答 喜欢啊 齐老师长得很漂亮 随后陆薇又想了想 以为自己的妈妈 对他的班主任有意见 便小心地问了一句 妈妈 你喜欢齐老师吗 陆之乔听到女儿的问题 脑子瞬间像发生爆炸一样 想到齐妍 他心虚极了 连忙深呼吸调整自己的心态 没有正面回答女儿的问题 而是让他先上车 上车后陆之乔继续问女儿 那喜不喜欢数学老师 陆薇想了一下说 还好 陆之乔听着女儿的回答 顺手拿出成绩单严肃地提出疑问 既然不讨厌数学老师 为什么数学还考这么点分 看着只有42的考分 陆薇缩了缩脖子 低下了头 陆之乔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 会使陆薇仅在数学这门学科上 教不出好成绩 这时车窗外传来一名 中年男人大骂儿子的声音 书都读进了粪坑里 还不如回去养猪 那声音浑厚粗利 母女俩都听得一清二楚 陆之乔促起眉 看着女儿委屈的模样 心里五味杂陈 一些话刚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她只好讲 算了 回去吧 景欲名府小区内 齐妍在三年前买的房子里 和妈妈通着电话 说房子投资的很有眼光 不仅离她工作的地方近 上下班方便 价格也是一涨再涨 而齐妍也因最近有时间 才选择搬进来住 房子空置久了 积了很多灰 齐妍前前后后忙到快天黑 才打扫干净 累得她直接摊在了沙发上 突然齐妍肚子孤的叫了一声 这是提醒她该吃饭了 下一秒 齐妍跟打了鸡血一样 换了衣服起身出门觅食 等电梯时 她无聊地刷起了手机 这时电梯门开 一双修长笔直的腿映入眼帘 视线从下往上看去 发现站在电梯里的人 居然是陆之乔 视线交汇后 两个人都愣在了原地 这猝不及防地再次相遇 让陆之乔惊讶极了 她深吸一口气 缓步走出电梯 汗手淡笑问道 齐老师来家访吗 毕竟在家长会签到名单上 有学生们的家庭住址 而齐言不答反问 你住这里 随后玩耳一笑说 很巧 我住你对面 自要求对象 不仅是自己孩子的老师 居然还是自己邻居 这一切巧得简直不像巧合 陆之乔看向902疑惑地想着 她前年买房时 物业说对门有人住 但她搬进来后 就没见902开过门 现在突然来了新邻居 她怎么也没想到 那个人竟然就是齐言 齐言看出了陆之乔的疑惑 开口解释道 房子很早就买了 但是自己今天才搬过来 随后齐言想了想又补了一句 私人原因 说罢 齐言主动伸出手是好 陆之乔低眸看着齐言伸过来的手 犹豫片刻后 轻轻握住 齐言顺势轻声凑近陆之乔问道 这木还生奔 他的声音低沉而有雌性 温柔且妩媚 两人靠得极静 静到能感受到彼此的呼吸 陆之乔看着眼前人倾起朱唇 不由地想到那一晚 他脸一热 连忙将手从齐言的手中抽出 洋装淡定地转身说自己还有事 先回家了 齐言看着901紧闭的大门 又看了看刚被陆之乔握过的手 心生一丝窥探的想法 晚上齐言回到家里 心绪被自己搞得急乱 他迫切地想知道陆之乔当前是否单身 齐言一再纠结 最后还是选择上门一探究竟 他从柜子里翻出一瓶红酒 一盒巧克力 那都是别人送他的礼物 包装还未拆 正好可以借花献火 随后齐言敲响了901的大门 开门的是陆薇 他看着出现在自家门口的班主任 灯时吓傻了 不可思议地喊道齐老师 齐言看着眼前慌张的小女孩 开口打起了招呼 晚上好陆薇 吃饭了吗 随后他向陆薇解释自己的来意 我今天搬家 刚巧在对面902 以后我们就是邻居了 又掏出巧克力递给陆薇 一点小礼物 很好吃的哦 快尝尝 陆薇嫩嫩接过巧克力 将在原地 才一天的时间 班主任就变成了自己邻居 还有比这更恐怖的事吗 此时陆薇小小的世界里 塞满了绝望 这是屋内传来 轻烈沉稳的女生 娘娘 这谁呀 接着一道人影走了出来 陆之乔身上系着围裙 头发随意盘起 手里拎了一块抹布 脚上穿着居家拖鞋 温柔贤惠的家庭主妇模样 他看到来人是齐言后 一时间也愣在了原地 反应过来后 陆之乔尴尬地 避开了齐言的目光 对女儿说 去写作业 小姑娘乖乖点头 抱着巧克力回了房间 下一秒空气疏然安静 陆之乔平复了一下心绪 客气地问道 此老师有事吗 殊不知陆之乔越是 克制自己的情绪越是紧张 他下意识捏紧了抹布 而抹布上残留的水 也因他的动作 滴落在了地板上 这时齐言递出礼物 说明来意 今天搬家 邓门拜访邻居 还请以后邻里间多多关照 看着门外身姿秀拔 长发污亮垂顺飘逸的齐言 陆之乔正住 他有些忘我的欣赏 对眼前美艳不可放物的人 不由得又想到那一晚 齐言见眼前人久久没有动静 便开口问道 不请我进去坐坐吗 等我为妈妈 齐言如愿进了陆之乔家中 换拖鞋时 齐言观察到悬棺处 没有男士鞋子 随后视线向屋内探去 客厅内也没有男士用品 阳台的晾衣架上 更没有男士衣物 这时陆之乔道 你先坐 我把厨房收拾一下 说吧转身进了厨房 齐言放下手中的礼物 顺势在茶几上抽了两张纸巾 将玄关处的水滴擦拭干净 听着厨房里传来碗筷的碰撞声 齐言心想 这里毫无男人生活的痕迹 那就意味着 这个家不存在男主人 那陆之乔是李毅 还是丧偶呢 扔掉手中的纸巾后 齐言回坐在沙发上 他眉眼间有一丝掩盖不住的喜悦 虽然这样有些不道德 陆之乔收拾完厨房 顺便给齐言倒了一杯水 齐言接过后 陆之乔坐到了旁边的单人沙发上 这时齐言开口问道 你一个人带孩子吗 陆之乔简短地回了个摁 随后齐言又带有几分试探的话语委婉道 扫偶是育儿的情况普遍 当妈妈很辛苦吧 陆之乔没想到齐言会提起这个 他顿了顿并没有正面回复齐言的疑问 只是淡淡地笑道 老师也挺辛苦的 一个人要管整个班的孩子 不比当妈妈轻松 齐言见陆之乔避开这个话题 明白了他的心思 便没再追问下去 随后笑了笑也跟着转移了话题说 这次期中考试 只有陆薇数学没及格 不过 新初一这种情况很常见 需要时间适应 一次考试也说明不了什么 叫陆之乔别给孩子太大压力 殊不知这话题 也正是陆之乔当下所担心的事情 也就敞开了心扉和齐言聊起了陆薇 好像只有说到孩子和成绩 陆之乔才能将话匣子打开 他神色自然很多 连声音都软了几分 暂且忘记了别扭 也忘记了时间 俩人不知不觉中聊到了九点多 齐言自觉该走了 陆之乔也起身来到门口送他 并签声道 如果在学校 还要拜托齐老师多照顾了 我向来对学生一视同仁 不过 特殊照顾也不是不可以 就在陆之乔到过 谢以为齐言要推门离开时 却见他突然转过身靠近自己说 这么有眼 是不是命中注定的 陆之乔一愣 看着眼前坏笑着 靠自己越来越近的齐言不知所迫 避开了和他相交的视线 下意识回了个恩 哪知下一秒 齐言直接将陆之乔拉进自己怀中 他看着眼前瞬间休暖的陆之乔 情不自禁想要品尝这家酿 一番挑逗过后 齐言抽身而去 并叮嘱陆之乔早点休息 看着紧闭的大门 陆之乔静默在原地 他脑中一片空白 沸腾的空气也因齐言的离开归于宁静 而陆之乔心脏跳动的声音 我隔着屏幕都能听到 一日周一 陆之乔上班 顺便送女儿上学 他边走边叮嘱陆薇去了学校要乖 上课要听讲 谁知刚到车边就看到了他的好邻居齐言 他的车恰好就停在自己的车旁 齐言见到陆之乔和陆薇 假装很惊讶地打起了招呼说 陆薇见到他乖乖喊 齐老师早上好 齐言笑了笑回他走 随后抬眸看向陆之乔 比起前几次见他 今天的陆之乔少了强势冷冽 更温柔 更知性 齐言问他送孩子上学吗 陆之乔淡然一笑 回了个摁 这时齐言抬手甩了一圈自己的车钥匙 说正好我也上班 可以带陆薇一起过去 陆之乔略有些惊讶 齐言的提议 陆薇更是一脸惊恐 老师送自己上学 好比柜子手给自己喂饭 简直不要太可怕 齐言与陆之乔在地下停车场偶遇 打完招呼 齐言敲了敲自己的车 提议顺道带陆薇一起去学校 陆之乔顺着他动作望过去 粗略打量一眼他的车 那车看起来普通低调 实则一点也不便宜 因为他们公司老板 正好也有一辆同样的车 随后陆之乔心生疑惑 毕竟以齐言的工作报酬 应该养不起这样的车 陆之乔回过神后 便看到齐言拉着自己的女儿 就要上车 看着陆薇可怜巴巴 望着自己眼神 陆之乔没有心软 他不想服了齐言的面子 冲女儿点了点头 也不管女儿死活 就让他跟着齐言走 随后客气地对齐言道 那就麻烦齐老师了 便转身走向了自己的车 上车后 齐言喊了一声陆之乔 只见齐言车窗缓缓降下 随即开口道 你黑色 我白色 像不像黑白配 陆之乔闻言 脑中即刻浮现出 黑白巧克力蛋卷的画面 想着想着他轻笑出声 随后回到齐言 是很像 齐言见自己的目的达到 便心满意足地先行离开 小区到学校车程 只需要五分钟 但因为路上红灯太多 有点堵 后视镜里 陆之乔的车紧随其后 齐言抿唇倾笑 随后转头 瞥了眼右侧的女孩 她的五官只有眼睛 略像妈妈 不够骨相很好 皮肤很白 是个美人披子 因为班级里学生太多 齐言平时都没怎么注意到 那项文静的陆薇 这时齐言开口 喊了一声陆薇的名字 小姑娘规规矩矩作者 神经崩得格外紧 一听老师喊 立马转过头 瞪大了眼睛等候 齐言发话 齐言想了想问到陆薇 平时都是妈妈送你上学吗 陆薇顺着她的话回道 不是 我自己坐地铁 齐言为了印证自己的猜想追问道 爸爸不送 这时窗外阴堵车 传来此起彼伏的抱怨声 齐言见状赶紧按起车窗 将噪音隔绝在外 她余光看到女孩低埋着头 迟迟没有回答她的问题 就像昨晚陆之桥 也没有正面回答一样 但这件事涉及齐言的原则 她必须弄清楚 在决定后续的事情 就在红灯最后一秒 陆薇小声回答了齐言的问题 爸爸去世了 绿灯亮起 齐言手心里全是汗 滑了一下 险些挂错档 随后她抬手俯上陆薇的头说 抱歉 老师不知道 她嘴里说着 可内心并无歉意 甚至有一点雀跃 嘴角也忍不住翘了起来 这就意味着 陆之桥现在确实是单身 如果自己足够努力 或许 有一天她就能站在陆之桥身边 8点50分 陆之桥踏入公司大楼 路过的同事分别跟她打着招呼 陆之桥是本地人 大学刚毕业就在新北集团工作 一路摸爬滚打十余年 如今已机身高层 她大不留心走进了办公室 办公室内 助理正用坐机打着内话 见她进来 草草说了几句 然后便挂掉了 助理回头对陆之桥传达意思 说书总让您上去一趟 陆之桥愣了一下 把包放桌上后说 知道了 总经办门口 陆之桥敲了敲门心响 平时书总有事都是直接打自己电话 地窗前讲的电话 闻声转过身看到陆之桥 眼神示意她先坐下 过了会儿 书敏西挂掉电话后 开门见山道 日本代表团下周四过来 我得亲自接待 展会的事就交给你了 陆之桥文言一愣 心想据是每年十月举办的展会 早已被高层的叮红了眼 谁能接手这件事 谁就几乎可以说是 半边屁股坐上了副总位置 而陆之桥没想到的是 这件事居然会落在自己头上 这其中必定没那么简单 书敏西见陆之桥没反应 微微皱了下没问道 怎么 时间安排不过来吗 随后话语中带着婉西语 暗示再次开口对陆之桥道 如果你也抽不出空 就只能另选他人了 陆之桥迟一片刻才回他有空 而原本答应了陆薇下周 去野外烧烤的约定 就这样泡汤了 但大好的钱再升值机会 他没道理不要 书敏西听到陆之桥的回答松了口气 开口道 展会资料和参展策划 我一会发到你邮箱里 你以前也跟着去过 可以自己看着调整 好了去忙吧 陆之桥文言起身应了声好 可他走到门边时又停住了脚步 随即转头问向书敏西 青木会长的女儿也在代表团里吗 书敏西一正 眸光迅速按了下去 他将连转向一边没有答话 陆之桥见状时去不再问 说自己先去工作了 便离开了总经理办公室 陆之桥接了展会任务 必然时间紧迫 少不了要加班 他一直忙到晚八点多才回家 在停车场等候电梯时 不远处传来了齐言的声音 这么晚才下班 陆之桥面露难色心想 又是齐言 真是低头不见抬头见 转念又想到 初中老师只要不带毕业单 不基本都是朝九晚五吗 他怎么也这么晚才回来 随后陆之桥回道 你也是 这时齐言无奈道 陪我们副书记吃饭 吃到现在 陆之桥文言自行脑补了 齐言在酒桌上 陪油腻领导的画面 他微微皱了下眉 莫名觉得不舒服 两人并肩往电梯间走后 齐言察觉到了陆之桥的异样 他按下酒层后 突然开口道 你的 陆之桥愣了愣没说话 齐言转头对着陆之桥又强调了一点 女领导 陆之桥依旧没有讲话 但是眉头已舒展开来 电梯缓慢上升 狭小的空间里一片寂静 齐言鼻尖萦绕着熟悉的冷香味 便好奇地凑近陆之桥问 你用的什么香水 陆之桥看了他一眼说 阿特米斯 齐言诧异地问 月神 这时电梯停在酒楼 门缓缓打开 陆之桥率先出去后 转头接过齐言的话道 也是寿命女神 电梯停在酒楼 门缓缓打开 陆之桥率先出了电梯 齐言跟在他后面 灼热的目光直勾勾盯着陆之桥的肩背 甚至忘记走出电梯 直到电梯门即将关上那一刻 齐言才有了动作 这时他突然叫住陆之桥 等一下 陆之桥闻眼转身看向齐言 只见他摊开手说 上次你拉了东西在我这里 陆之桥看着那颗璀璨次目的碎段耳钉 墨地想起了那碗 脸颊顿时烧了起来 齐言见状 眸里笑意见浓 他上前抓住陆之桥的手 凑到他耳边轻声说 说吧 齐言将耳钉放在陆之桥手中 陆之桥将在原地 面对齐言的挑逗 他完全不知道要怎么样应对 只好偏开脸 躲避耳边啄人的呼吸 随后低声说了句谢谢 齐言玩耳 没再进一步动作 他松开陆之桥的手 向他道了句晚安 陆之桥也愣愣地回了句晚安 齐言回家后 陆之桥看着手中的耳钉 被突如其来的思绪纷扰 他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 开始有意克制自己的欲望 想用忙于工作这个借口 让自己无暇考虑享乐 但陆之桥知道 他这样的罪人 是不配享乐的 可是他偏偏遇到了齐言 齐言就像一只 披着斯文外皮的生情猛兽 用最原始的方法 打开了他内心深处的质骨 校园内 齐言拿着运动会成绩测 来到了班级 当初运动会报名时 人数都没达标 且被领导喊去谈话的他 没想到会赛出好成绩 着实意外 班级内 学生们都在认真作严保健操 只有陆薇低着头 不知道在下面倒过什么 齐言悄悄走到他身边 须其指节敲了敲他的桌子 陆薇身子瞬间抖了一下 猛地抬起头 正正地看着齐言 而客桌底下的手机屏幕还亮着 上面显示一行行小字 这时齐言冷冷地对陆薇道 手机拿出来 文生全班同学纷纷侧目 几时到目光 犹如真一般的刷刷扎在陆薇脸上 小姑娘面露难色 她撅了撅嘴 极不情愿地交出手机 齐言拿到手机后 扫了眼屏幕 发现上面的电子书是三重门 她哑然却没说什么 转身回到讲台 随后对着全班讲道 这次运动会我们班拿奖最多 班长抽空把奖赞发下去 下节课是体育课 下去排队吧 说完便离开班级 回到了办公室 不一会儿办公室敲门声响起 齐言顿住 抬起头 见办公室门被缓缓推开了小蛋 发现来的是陆薇 她轻声叫着齐老师 然后从外面探头进来 转了转眼珠子 打量一圈办公室 发现其他老师都不在 陆薇内心窃喜 关上门小跑到齐言身前 女孩看着齐言 语气诚恳道 齐老师 我知道错了 可以把手机还给我吗 齐言明知故问 错哪了 陆薇回他 随后陆薇紧张兮兮的小声问道 那齐老师 我的手机 齐言见状漫不经心 刻意冷下了脸 被面前的小姑娘说 叫你妈妈来 小姑娘连忙回他 我妈妈很忙的 她没有时间 陆薇说到一半 突然觉得这个理由站不住脚 果然 齐言打断她的话道 门对门很方便 陆薇在班级中偷偷使用手机 被齐言抓了个正着 并要陆薇家长来才能拿回手机 陆薇听到老师要请自己家长 瞬间涨红了脸 没一会儿眼泪就速速落了下来 看到陆薇委屈着哭泣 齐言感觉胸口被戳了一下 皱起眉 赶紧掏出手帕递给眼前的小姑娘 随后齐言说道 犯了错误就应该承担责任 快下课了 你想等会儿被其他老师看见这个样子吗 陆薇吸了吸鼻子 接过手帕擦起了眼泪 他不明白 平时看起来温柔亲切的齐老师 为什么突然变得如此冷漠 他不想被其他人看到自己撲鼻子 便转身离开了齐言的办公室 齐言看着陆薇的背影心想 他面对陆薇 就无法避免地会想起陆之桥 他不想因为那一层关系 下意识地去偏袒陆薇 这样对其他学生是不公平的 傍晚 陆之桥回到家后 陆薇没有像往常一样飞奔出来迎接他 而是慢吞吞地开门走出来 用极小的声音说着 妈妈 你回来了 随后陆薇抬眼 目光落在了小蛋糕上 瞬间眼前一亮喊道 哇小蛋糕 陆之桥笑了笑说 先吃饭 蛋糕放冰箱 明天再吃 随后陆之桥摸着女儿的脑袋揉声道 牛牛啊 明天是周六 但妈妈要出差 大概下周二回来 这些零食呢 是下个星期的 记得一次不能吃太多 还有 下个周末 不能陪你去烧烤了 等春节妈妈放假 我们一起去旅游 好不好 女孩脸上露出失落的表情 眸光暗淡下去 却依旧乖巧地硬了声好 陆之桥看着女儿 有些心疼说 对不起啊 这些年 妈妈总是拼命工作 都挤不出多余的时间来陪你 女孩表示自己一个人没问题 她能照顾好自己 随后陆薇细数 独自在家要注意的事情 天黑以后不出去 晚上反锁门窗 家里没人要关掉电闸和燃气阀 上学和放学 都要给你打电话 先练琴 再写作业 不能超过十点半睡觉 说完这些 陆薇抬起头看向妈妈 叫陆之桥放心去出差 她能照顾好自己 陆之桥正正听着 止不住心酸 随即揽过女儿 主身在她额头上亲了一下 这孩子傻乖傻乖的 可面上总是流露出 与年龄不服的隐忍 让陆之桥很是愧疚 这时陆薇突然开口扭捏地说道 对了 妈妈 有件事 陆之桥看着女儿不明 所以发出了疑问 陆薇继续道 齐老师让你去找她 拿我的手机 此话一出 陆之桥不禁想到了什么 瞬间红了脸 902门前 陆之桥犹犹豫豫地站在那里 敲门的手顿了顿 给自己做起了功课 住在城市的钢筋水泥楼里 没有人情往来 即使是门对门的邻居 也不一定认识 他和齐延也只需维持客气就好 不必有其他交流 陆之桥做好心理建设 才敲响齐延家的门 门开得很快 好像主人知道 他会来而刻意等着 看到齐延的那一瞬间 陆之桥感觉自己进了狼屋虎穴 只见齐延穿着酒红色丝绸睡衣 看着陆之桥柔声开口道 进来吧 陆之桥以为自己永远不会主动 踏进这间屋子 事实上他的确不是主动 而是被动进来的 既然来了 就免不了好奇 他一进门 还没来得及打量 迎练就看到电视机背景墙上 挂着一幅巨大的人像 三点欲漏不漏 十分隐晦 陆之桥死活也没想到 齐延会把这种话挂在客厅 看得他头皮疏得一麻 慌忙一开视线 心里盲念着非礼物事非礼物事 齐延见状似笑非笑地看着陆之桥 随后拉着他坐到沙发上 给他倒了杯温水后 拿起放在茶几上的物品递过去说 你女儿的手机 陆之桥愣了一下 牟里躺露出歉意 轻声道 不好意思 齐老师 给你添麻烦了 齐延目光灼灼地望着陆之桥说 没事 他平常上课还是很认真的 只是今天眼保健操的时候 正好被我撞到了 陆之桥文言轻轻点头 没有说话 齐延看着近在咫尺的陆之桥想到 据说 有类质的人 一生情苦心酸 随即又想到那晚 自己几乎都不记得 吻过他多少年 随后齐延不动声色地 靠近陆之桥 顺便说道 学校呢 不允许学生带手机 所以我不好不管 陆之桥文言神情有些落寞 淡淡开口道 齐老师 我能理解你的工作 但是我平时很忙 需要电话联系孩子 所以手机 女儿最好还是带着 随后陆之桥扭头 看向齐延又道 不过我会叮嘱他 在学校不要拿出来 不要被同学和老师看见 其实名念上的规定如此 但偷偷带手机的学生数 都数不过来 抓到了算倒霉 但没抓到的也就算了 但这样的潜规则 齐延肯定是不会直说的 他只是笑了笑 转而问到陆之桥 是做什么工作的 陆之桥闽唇不语 齐延时去没再问 他侧身朝陆之桥靠近说 手机呢 我可以睁着眼闭着眼 陆之桥愣住 齐延忽然上半身 朝他倾斜过去 压低了嗓音道 看在你的面子上 怎么还是这么好闻啊 陆之桥看着眼前 突然贴近的人 大脑瞬间当机 还未缓过神 唇半变墨的一热 熟悉的气息 源源不断席卷而来 强势又温柔 生生挤入他一方城池 齐延一边品尝 佳酿一边想着 酒吧里那么多美女 各个衣着光鲜 姿色不凡 而在齐延眼中 那些人却只是 单一空洞的元素符号 唯独陆之桥干净清烈 像一汪大海 没人知道他有多身多宝泼 所谓一见钟情 不过是见色起义 这时齐延忽然停下来 双手捧住 陆之桥的脸问道 我们要不要试一试 陆之桥看着 因刚才一番动作 而露出大片风光的齐延 艰难地撇开视线说 齐老师 轻易自重 齐延亲了亲他的 泪至桥声道 是吗 那天晚上 你不是这么说的 不提还好 一提 陆之桥所有的静置 和字尺都崩溃了 他想起那晚的全部 心脏猛烈跳动着 齐厉的阴色 从脸颊蔓延到耳根 他羞得说不出话来 可从始至终 他都不曾挣扎 也没动过 推开齐延的念头 只是闭上眼睛 任由齐延动作 这时齐延主动放开他 指尖轻轻勾起 陆之桥被弄乱的头发 别在耳后 随后他的手 沿着陆之桥下额 一路滑倒扣得 紧实的领口 停留片刻后 才收回手 陆之桥颤抖地 睁开眼睛 猛一抬头 又望见那幅人像图 随即慌忙转过脸去 齐延见状突然开口道 那是我拍的人体艺术照 陆之桥文言又偏了一眼 声音滴滴地嗡了一声后 急不自在地站了起来 陆之桥平复了一下心情 对齐延客气地说道 那就不打扰齐老师了 便快步向门口走去 这时齐延突然喊住陆之桥 随后拿着一本三重门 递到他面前说 送给陆薇 陆之桥离开后 齐延披着毯子 坐在陆之桥刚才坐过的地方 点了一支烟 缭绕的雾气在房间中弥漫开来 其实齐延很小的时候 就知道自己喜欢年长的女人 她们有独立的思想 有丰富的阅历 像深远的天空 你永远不知道她们多高 像广阔的大海 你永远不知道她们多深 她们被时间考验 在岁月里沉淀散发着 令人心安的魅力 吸引人想要去探索了解 但齐延从来都不是为了 寻求姐姐或阿姨的照顾 相反 她有着强烈的保护欲 她喜欢挑战 喜欢追求刺激 而寻寻立立这么多年 除了让她刻骨铭心地初恋 就只有陆之桥了 如果陆之桥能做她的模特 那么齐延愿意今后 只为她拿起相机 而显然 那是不可能的 齐延自嘲地笑了笑 暗灭了手中的烟 这时齐延的手机 不断弹出消息提示音 她拿起手机一看 家长群里不知道 是谁发了一个投票链接 引起了家长们的讨论 齐延无奈符合 在群里发了一句 请各位家长 不要在群里闲聊 结果又收到了一连串的回谱 可唯独那人 自始至终也没在群里讲过话 这让齐延一度怀疑 她是否在群里 随后齐延打开成员列表 寻着名字挨个看过去 找到了陆薇妈妈 她的头像是一片紫罗兰花蹄 昵称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路字 齐延犹豫了片刻 仿佛下定了什么决心一样 点了添加 等待人手机不离身 社交APP更是使用最频繁的软件 添加好友应该会很快有回应 齐延就是抱着如此想法 一直等到深夜 可她发送了三遍好友申请 都如石沉大海一样 没有半点回应 齐延干脆直接将手机扔向一边 扯过毯子睡下 第二天一早 齐延踏出家门 她看到发出的好友申请 依旧没有回应 心里也隐约明白了几分 便也没再坚持 见电梯开着的门正要合上 齐延赶紧跑过去 按住电梯按钮 门打开后 齐延看到里面的人 她唇角勾起浅笑 主动对陆之乔打招呼 早上好 陆之乔看到齐延进来愣了一下 回了个 走 而后迅速收回目光 齐延紧接着问道 周末加班 陆之乔依旧躲避着她的目光回道 初晨 此时陆之乔身上散发的香味 就像冷银记一样 冻住了空气 电梯一层层下降 不知是否错觉 齐延感觉今天的速度格外慢 她盯着门缝 问道陆之乔 为什么不叫我危险 陆之乔闻言垂下眼眸 欲言又止 这时候电梯缓缓停住 数字显示五楼 兵的一声门打开 外面两个工人模样的中年大叔 抬着床垫就要进来 见电梯里有人 其中一大叔吆喝道 麻烦两位让一让啊 别磕着碰着了 突然 齐延拉过陆之乔的手腕 往自己那边带了一下 而陆之乔整个人顺着惯性 扑到了齐延身上 他还没来得及反应 便被齐延搂在了怀里 本就狭小的电梯间 靠在齐延怀中 这时齐延担心陆之乔 被床垫撞到 辩护着他的后背 又将人往自己怀中带了带 使两人挨得严丝合缝 此时陆之乔清晰地感受到了 对方身前的柔软 他惊恐万分 齐延也感受到了陆之乔 心想 陆之乔浑身僵硬 一动不敢动 他突然想到 现在两人的姿势 像极了那晚 他被迫跨坐在齐延膝上 而后背的手 就是罪魁祸首 让他一次次浮起来又跌下 而陆之乔头顶挥之不去的视线 使他不得不把脸埋在齐延颈间 嗅着眼前人发丝间清淡的洗发水香味 陆之乔心跳频率逐渐加快 这时电梯停住开了门 大叔们抬着床垫缓缓挪出去 陆之乔忙挣脱智骨 不行走了 再见 正要走出电梯时 齐延拦住了他 问道 不是去停车场吗 陆之乔脚步一顿 这才注意到外面11楼 便又退回了电梯 此时电梯里只剩他们两人 齐延再次追问陆之乔 刚刚没有回答的问题 陆之乔顾计到齐延是孩子的老师 不能太无理 便斟酌道 齐老师有什么事的话 可以打电话或者发短信 我的手机号码你应该知道 齐延闻言 有些失落 他一直没看手机 是给自己找借口 而现在他心存的那点侥幸 破灭了 有些说不上来的难受 他没再作声 陆之乔感觉自己做了亏心事 心虚的没敢再看齐延 其实昨晚他看到了消息 第一遍 李智告诉他这是罪恶 第二遍 他有些动摇 第三遍 他开始犹豫 拇指就那样悬在屏幕上很久 最终还是没有按下去同意的按钮 如果齐延发来第四遍 自己也许就会忍不住同意吧 电梯门再次打开时 两人别扭着谁也没有先走出电梯 这时齐延微笑着指了指外面 对陆之乔道 去吧 也误了时间 周末齐延回家吃饭 他家住在江城最南面明湖去别墅群 出入这里的人非富即贵 刚一进门 齐延就喊了一声 我回来了 可没人应声 只见齐延妈妈坐在沙发上 抱着一只橘猫 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手机屏幕 连齐延走近了都没发觉 这时齐延轻声喊了一声妈 林女士才回过神 发现是女儿回来了 她眉头紧锁 拿起手机举到齐延面前 手机屏幕上显示一则新闻 某地方重点中学 一个初二学生没交作业被老师批评 心声不满 带着水果刀去学校将老师捅死 却因为未满十四周岁 而不需要负刑事责任 林女士脸色微白 碎碎念着 现在的学生不得了啊 批评一句就要杀人 这还是重点中学 言言啊 你说当老师这么危险 你还是 没等说完 齐延笑着打断了她的话说 没那么夸张 只是个例而已 林女士文言皱眉道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现在当老师不比以前 现在学生难教 家长也不好应付 林女士的话匣子打开便收不住 续道得没完没了 万一哪天你遇到这样的事 那我和你吧 齐延见状坐到林女士身边 柔声安慰道 工作哪有不繁星的 当老板还得发工资呢 这些事情我自己会权衡考虑 你就安心追你的小鲜肉吧 林女士一边抹着泪 一边叹气道 哎 说不过你 罢了罢了 这时齐延抬头看向客厅问道 对了 我爸人呢 大周末的 居然没在家陪你 林女士回他 厂里有点事 一大早就出门了 不过这个点应该也快回来了 说爸便吩咐家中的阿姨准备午饭 午饭做好 齐爸正好也回来了 带一家人坐上饭桌 齐爸才郑重说道 今天一早 新北集团那边就来了消息 说是想跟我们合作 齐延闻言突然想到 自己玩摄影时认识的朋友 正好在新北上班 这时林女士冷哼一声道 风水轮流转啊 齐延不知道爸妈在打什么哑 只觉得云里雾里 林女士给他加了一筷子菜 才解释说 这家公司以前熬得不得了 早前谈过一次合作 但嫌我们规模太小 临时反悔了 随后齐爸爸接过话道 后来他们找了一家外资厂 结果今年因为政策问题 出事倒闭了 货工不上 现在又想掉头回来找我们合作 齐延这才恍然大悟 这就是传说中的 今天你对我爱理不理 明天我让你高攀不起对吧 齐家现在挑选合作对象非常谨慎 考核流程亦繁琐复杂 毕竟名声大了 要爱惜羽毛 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看上的 这时齐延对齐爸爸说道 我有个朋友叫迟念 他是新北外贸部的项目主管 要不要改天我去找他打探一下 他不知道咱们的家庭情况 齐爸文言陷入了沉思 随即开口道 主管啊 估计没用 至少得是总监级别 才可能知道一点具体内情 林女士则不以为然 随后对齐延说 延延啊 改天你找个借口 去新北总部看你朋友 请人家吃个饭 当面讲话好一点 齐延比了个OK的手势说 包在我身上 转头又一脸无奈对林女士道 不过妈 别给我加菜了 我吃不完了 新的一周来临 齐延讲课时 放在讲台上的手机 突然震动起来 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 上面写着 瞧 教室里很安静 震动声便显得突兀 齐延上课从来不接电话 但看到备注的那一刻 心就像被猫爪轻轻挠过般的样 众目睽睽之下 他在讲台上愣了几秒钟 脑中闪过无数念头和猜想 最终仍是按了拒接 带下课林一响 齐延抓起手机快步走出教室 翻出通话记录回播过去 电话一接通 然后语调急切地问道 怎么了 陆之乔声音温润清悦 一如既往的客气 并带着歉意说道 齐老师 不好意思打扰你 我刚才停车的时候 不小心撞到你的车 你看你大概什么时候回来 我们先上一下赔偿事宜 一瞬间 齐延感觉到整个人被高高抛弃 又重重地跌下来 他清晰一口气 问了句不相干的 你今天不上班 陆之乔一猛 半嗓才打倒 我出车跟回来 齐延不痛不痒回了个 陆之乔见没下闻 不解地叫了声 齐老师 齐延诞声回道 我下午还有课 大概三点多回去吧 你把撞到的地方拍下来 发到我微信上 然后齐延嘴角有了浅浅的弧度 继续道 至于其他的 等我回去再说吧 鸽子被撞正常人多少都会不开心 可齐延却没有 他并不关心车子的状况 只是觉得自己因祸得福 前两天百般抗拒加自己好友的人 今天不得不主动因此添加自己 估计陆之乔心里会很别扭吧 这时齐延手机弹出一连串消息 他没着急看 直接把对方备注改成了桥 然后置顶 星标 搞定这些齐延 才去看陆之乔发来的消息 看到车损 齐延完全不在意 他转头给保险公司打了个电话 说自己开车不小心撞上了墙 需要处理一下 下班回家后 齐延拆快递的公主 敲门声响起 齐延开门 门外的陆之乔一脸歉意的喊声 就是 齐延没多说什么 示意陆之乔先进屋再说 然后 没等说完 齐延温柔一笑打断了他的话说道 不急 随后很自然地抓起陆之乔手腕 带他坐到沙发上 面对那幅大胆的人体艺术照 陆之乔很不自在 他只得微微低头 才可以避开那幅照片 这时齐延开口道 先坐 我拆个快递 随后手起刀落 满满一箱花花绿绿的纸套 浮现在陆之乔眼睛 他脑子一嗡 顿时面红而热 帮忙移开视线 假装心不在焉地看别处 齐延将陆之乔的囧态 尽收眼底 他仰起唇角并不拆穿 随后开口道 不好意思啊 我买的有点多 包装拆起来比较慢 陆之乔耳边全是齐延 整理快递发出的声音 他越想忽略 越是忽略不了 陆之乔不解 为什么自己在齐延面前 总是这样 这时齐延突然开口说 车子有点难办 陆之乔转头看向齐延 只见他手里正拿着一盒纸套 随后撕开了速封包装 惊得陆之乔宛如爆表的温度计 他必无可避 只好红着脸问 是是难修 还是 齐延漫不经心道 大灯很好修 漆面比较麻烦 原装进口器 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 齐延转过头 眼中含笑望着陆之乔继续道 即使预定到了 还要等送过来 又这这段时间呢 我要带着刮寒上面 别的没什么 主要是有点影响心情 你说这精神损失费 该怎么算 他一面说一面 轻声凑近陆之乔 陆之乔本能向后躲避 不料齐延动作更快 他一手把在陆之乔脑后 一手钳住陆之乔下巴 轻轻贴上陆之乔的脖唇 讨好的碰了碰 然后毫不留情地咬了下去 突如其来的刺激 像烟火一样炸开 陆之乔呼吸停滞了几秒 清醒的感知比起醉酒状态 更加上头 这时齐延浮在陆之乔耳边低语 做我的模特 上一秒还神思迷离的陆之乔 被他这话吓得一个机灵 瞬间想到墙上那张照片 齐延仿佛察觉到了他的想法 随后又补充了一句 放心 不用投资 每次来到齐延家中 陆之乔就仿佛进了贼窝 一直被人惦记 听到齐延的要求 陆之乔嘴唇吸动着 话未出口 手机便响了起来 他忙推开齐延接通电话 是保险公司客服的来电 陆之乔刚说两句 手机就被齐延一把夺过 他语气慵懒地对电话另一头道 喂你好 我是被撞车辆的车主 不用赔了 我们私下解决 再见 说完立刻挂断了电话 顺势把陆之乔的手机藏到自己身后 陆之乔竟然望着他 眼神由疑惑转为复杂 他明白齐延的意思 可就是因为明白 才觉得不应该这样 毕竟 欠人情比欠人钱还要麻烦 这时陆之乔开口说 该赔还是要赔 我不想去别人什么 齐延闻言刷地伸出手 李直气壮道 那就把你赔给我 这架势惹得陆之乔一脸猛 无奈地回道 齐延 你是我女儿的老师 齐延看着陆之乔得意地笑了笑说 终于肯叫我的名字了 随后齐延长臂一身 勾住陆之乔的腰 柔声道 我的意思是 你做我的模特 就是最好的赔偿 你想到哪里去了 因靠得近 齐延鼻尖一直萦绕着 狩猎女神的香味 初吻只觉得冰冷疏离 久了却能嗅出暗勇的情愫 从前调到后调的过渡 一如陆之乔这人 冷静自持的伪装下 是热烈鲜活的本心 看穿陆之乔后 齐延温柔的笑容里 总有脚匣一吻 像捉到猎物后 饶有欣慰的玩弄 陆之乔意识到自己被调戏了 不由暗暗懊恼 他平常不轻易显露情绪 冷静自持惯了 可是在这人面前 竟不堪一击 被三言两语扰昏了头 起身便要逃离齐延 齐延哪里会轻易 放过到手的猎物 他用鼻尖碰了碰陆之乔的脸 语气诚恳道 我业余喜欢摄影 拍人 也拍风景 如果人景能融合就更好了 但是要找到能入眼的模特不容易 我觉得你非常符合我的身份 答应我吧 一阵阵鼻息 撩得陆之乔头脑发昏 温热磨人 避也避不开 他完全开不了拒绝的口 便含糊着硬了生蚝 齐延弯起嘴角 眼尾眉梢盛开浅笑 看着眼前烟红的唇半 他心仰不已 便情不自禁吻了上去 吻至深处 齐延适时放开了陆之乔 两人静坐着 相视无言 陆之乔一开目光对齐延道 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回去了 起身之际 齐延一把抓住他的手腕 声音淡淡问道 周末去凝湖公园拍外景吗 陆之乔依旧红着脸 回避齐延炙热的目光 随后回他 我要出差 齐延闻言有些不解道 你好像总是很忙 陆之乔有苦说不出 只得淡淡说了句 是很重要的工作 不得不去 陆之乔难得多讲两句 齐延看着他忽然有些贪心 轻声问道 什么时候回来 大概下轴意 你不在家 论为一个人吗 这话像是戳中陆之乔的痛苦 他被抓住的那只手拳了起来 微微蹙眉道 他可以照顾自己 随后抽出被齐延紧握的手继续等 我要回去了 齐延看着空空的手 还想再说什么 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也只好顺了陆之乔的意思 不舍得回了句 好 齐延把车子送去维修后 天突然下起了大雨 见状齐延便打了车回家 车内 齐延给迟念拨去电话 询问他的近况 希望有时间可以约个饭 一顿寒暄过后 电话挂断 齐延向车外看去 好巧不巧看到 在雨中慌忙奔跑的陆薇 他急忙让司机靠路边停车 下车后 齐延喊住陆薇 小姑娘闻声转过头 一张轻粒嫩白的小脸 沾满了水珠 而且湿透的发丝 粘在皮肤上 好不狼狈 陆薇看清来人是齐延 便停住了脚步 看着被雨淋湿的陆薇 齐延忙上前将伞倾向他 随后皱眉问 你去哪了 怎么淋成这个样子 陆薇带着浓浓的鼻音回到 上钢琴课 忘记带伞了 齐延一愣 心想 这孩子周五上课还好好的 一天没见怎么感冒成这样 现在又淋了雨 一不小心很容易引起并发症的 齐延正要问陆薇 妈妈怎么不接 忽然想起来 前几天陆之乔说周末要出差 家里只剩孩子一人 齐延有些心疼陆薇 便接过他的书包 揽着他的肩膀一起向小区走去 到家门口后 齐延叮嘱陆薇 你妈妈不在家吧 回去赶紧把湿衣服脱掉 再泡个热水走 陆薇诧异地看着齐延 疑惑老师怎么知道妈妈不在家 自从上次齐延当堂缴了他的手机 让妈妈去拿 他便对齐延产生了一点畏惧 无论他长得多漂亮 偶尔多温柔 可老师终究是老师 他们的关系永远都不平等 也就无法自在相处 女孩小声地弥买 齐老师 我自己可以跑 也让齐延瞬间清醒 他心想自己是不是管太多了 毕竟这里不是学校 随后便收回手 依旧有些担心的叮嘱陆薇 记得 洗完澡要马上吹干头发 打开空调 记得吃感冒药 如果有什么不舒服的呢 就打我的电话 或者来对面找我 说完齐延笑着摸了摸女孩的脑袋 陆薇也乖巧点头到了生蚝 入夜 外面仍飘着兮兮丽丽的冷雨 齐延仍放心不下独自在家的陆薇 他想知道那孩子好一点没有 想过去问问 此想法一出 耳边便回荡起师父的忠道 曾经他善心发作 主动送一个路远的男生回家 结果那孩子谎报住址 到地方等他走后就在外面玩 家长下班发现孩子没回家 电话打到班主任那里 随后冲到学校找人 看了监控后 一口咬定是齐延对学生图谋不轨 而当时他正在家吃晚饭 这件事惊动了领导 索性后来那个男生自己回了家 向父母说明实情 才得以解除误会 这是发生之后 齐延至今心有余悸 便低声呢喃着 齐延 收起你的圣母心 别人的孩子与你无关 他想着自己与陆之乔认识的并不久 无法保证他跟别的家长不一样 除了家好友那天 陆之乔给他发了车子的照片 其他时候一句都没聊过 可陆薇生病 自己要不要给他说一声 齐延陷入纠结 他打开对话框 指尖在键盘上反复点着 编辑一句又删一句 消息始终没发出去 这时齐延回想起 下午见到陆薇时 他那狼狈的模样 实在是可怜 他心里始终不踏实 半晌 他下定决心 掀开被子下了床 随后敲响了对面901的门 连敲戴按门铃 半天也没人开 齐延有些心急 正要加大力气敲门时 门突然开了 陆薇身上裹着厚厚的毛毯 神情奄奄 整张脸红的几乎要滴出血来 说话间不断地咳嗽发抖 齐延皱眉 抬手探向他额头 灼灼烫烫手的温度 让齐延呼吸一致 心疏地揪了起来 陆薇他发烧了 齐延看着眼前高烧的陆薇 一瞬间既后怕又生气 便急到 不是说了不舒服 要给我打电话吗 自己发烧都不知道 此时陆薇一脸委屈 齐延也意识到 自己的语气有些重 便没再责备他 随后齐延将陆薇 带到沙发坐下 并问他体温计放在什么地方 陆薇嗓音沙哑 边咳边说 边是 下面有柜 齐延顺着他手指的方向 打开了柜子 连忙找出体温计 给陆薇量体温 又到了杯温水递给他喝 齐延轻轻拍斧着陆薇后背 声音不自觉地温柔道 还有哪里不舒服吗 陆薇刚喝一口水 就不得不停下来咳嗽 他小手紧紧揪着毛毯 按在胸口处 声音像奶猫哼哼式地说 齐延顺势看去 瞬间神色凝重 眉心紧紧地凝成一团 那个地方 不是心脏就是肺 见时间差不多 齐延拿过体温计 没想到陆薇居然高烧四十度 这个状况 陆薇必须要去医院了 下一秒 齐延将体温计放到茶几上 替女孩拢了拢毛毯说 你先在这等我 我回去给你拿件衣服 让送你去医院 许久 而科诊室内 齐延拿着陆薇的胸片递给医生 而陆薇即使烧得迷迷糊糊 也非常配合 看着眼前的医生 齐延焦急地问道 怎么样医生 情况严重吗 医生点了点头表示 轻微肺炎 还好 不过需要输液 拿着单子去一楼缴费 注射室也在一楼 听罢 齐延便抱着陆薇跑前跑后 交完肺后 齐延带着她来到输液室 小姑娘似乎很怕打针 缩着脖子直往齐延怀里端 齐延自然感受到了她的恐惧 连忙柔声安慰道 别怕 护士姐姐会轻一点的 掉上针后 齐延夸赞陆薇真棒 书液都不哭 自己悬着的那颗心 也暂时安稳下来 随后齐延拿出手机 对陆薇说 你先乖乖书液 老是去给你妈妈打个电话 陆薇文言可怜巴巴地 对齐延说 别 妈妈很忙的 没有什么觉得 齐延愣住 看着女孩稚嫩的脸庞 心里重复了一遍她的话 忽然很不适滋味 这孩子 懂事得让人心疼 齐延想了想说 好 就先不告诉妈妈 她心软了几分 恋爱地摸了摸陆薇的脑袋 让她靠在自己身前 又开口道 那你也答应老师 等书完夜就跟老师回家好吗 你一个人我不放心 书夜时间很长 夜渐渐深了 陆薇靠在齐延怀里睡着了 她强打着精神不敢瞌睡 也不敢挪动 生怕吵醒陆薇 此时齐延心想 陆之乔怎么就放心 把孩子一个人扔在家里 外公外婆呢 一一舅舅这些亲戚 就没有一个能帮忙照顾孩子的吗 其实今天她大可不必多管闲事 毕竟不在学校 齐延没有义务和责任去照顾她 可陆之乔的脸 总是不合适宜地 从齐延脑子里冒出来 陆薇生病又实在可怜 她不忍心小姑娘无人照料 只好自作主张冒了血 齐延已经无法变亲 当下的决定是因为自己圣母心泛滥 还是因为陆之乔 这时陆薇醒来 轻声喊了句 齐老师 齐延回过神看向陆薇 表示马上打完吊针 准备准备就可以回家了 吊完针 凌晨两点 应考虑到陆薇家里没有人 齐延便将她带回了自己家 本以为孩子会很抗拒 但她却出乎意料地听话 从头到尾没有表现出半点不愿 乖乖吃医生开的药 乖乖躺到床上 齐延也跟着钻进了被窝 听话地闭上眼睛 说她现在就睡 齐延将夜灯的光调按 拿起手机 悄悄对着陆薇拍了条小视频 她觉得陆薇病得这么厉害 还是告诉陆之乔一声为好 随后便点开与陆之乔的对话来 将消息发了过去 齐延放下手机关了灯 不知什么时候 咳嗽声停止了 并逐渐传来了均匀的呼吸声 一日早晨 齐延被电话铃声吵醒 她抓过手机就点了接通 听到陆之乔的声音后 齐延混沌的脑子煞食清醒 还未来得及说话 耳边便传来陆之乔焦急的声音 齐老师 我在你家门口 我马上来 齐延说着一个机灵便从床上坐起 忙去给陆之乔开门 门开后 陆之乔就站在外面 她神情疲惫 披散着的头发有些凌乱 看到齐延后 陆之乔抓住她的手腕 担忧地问道 齐老师 又能怎么样了 齐延俯上陆之乔手臂 安抚道 已经退烧了 还在睡觉 你先去看看吧 她全然顾不上客气 换了鞋 便急切地向齐延卧室冲进 见多陆之乔 轻轻冷冷波澜不惊的模样 如此方寸大乱 还是头一回 卧室内 女孩似乎并没有被外界的动静干扰 依旧睡得很香 陆之乔轻轻坐到床边的小凳子上 她想伸手摸摸女儿的脸 又想起自己手太凉 便缩了回来 随后陆之乔不停地搓着双手 待五热手后 她探了探自己额头的温度 终于放回肚里 齐延已在门边 默默地看着陆之乔一系列动作 见陆之乔眼中渗出泪花 她才轻手轻脚走过去 蹲在陆之乔身边 齐延看着陆薇 小声对一旁的陆之乔道 这几天大降温 班上很多孩子赶了 陆薇可能是被传染了 随后又转头看向陆之乔 语气中竟是埋怨道 我没有资格评判谁啊 但是陆薇这么想 你把他一个人扔在家里 确实不太合适 陆之乔静静听着 猝起了眉头 眼里满是愧疚和自责 低声对齐延说 对不起 麻烦齐老师了 没等说完 话便被陆薇的咳嗽声打断 女孩声音音哑哑微弱地喊着妈妈 陆之乔抬眸望向女孩 目光一瞬间变得柔和 欣喜不已 妞妞 妈妈回来了 还难受吗 陆薇看着妈妈 两只小手从背里拿出来 身向陆之乔男男道 不难受了 妈妈抱 病中的孩子最脆弱了 身为人母的陆之乔 哪里惊得住这般撒娇 心软得一塌糊涂 忙迎上去将陆薇抱进怀里 不停地道歉 被彻底无视的齐延默默起身 退出去带上了门 给母女俩空间和时间 客厅内 齐延端着餐盘 看着电视背景墙 突然想到昨天带陆薇回来 他趁女孩昏沉之际 手忙脚乱地 把艺术照收进了书房 才得以避过尴尬 他可不能让小孩子看到这些 这时齐延走到餐桌 听到一阵极清极细的抽气声 而后又看到那人抬起手 似是捂住了嘴巴 喉咙里发出滴滴的乌液 陆之乔居然哭了 齐延心头震颤 不敢再靠近 就这么静静地僵愣在原地 那个一向清冷孤傲的人 头一次展露如此脆弱的一面 这时齐延想到 陆之乔一个人带孩子 应该很不容易吧 而自己刚刚的话 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陆之乔站了一会儿 随后闭眼仰起头身呼吸 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 然后他缓缓转过身 速不及防撞见江浪的齐延 此时陆之乔神色微致 眸里一片慌乱 他双目飞红 眼眶里泪光盈盈 冷艳精致的面庞 沾满了透明水渍 一颗泪汁愈发生动惹人脸 却也很是狼狈 齐延的心忽然抽了一下 走到他面前 犹豫片刻后 他替陆之乔扶去眼角的泪水 随后齐延一只手 搭在陆之乔肩上轻轻拍了拍 柔声安慰道 别哭了 医生说 陆薇只要好好吃药休息 一到两周就能痊愈了 陆之乔闻言 不敢抬头去看齐延 他强憋着眼泪 轻声说 齐延 谢谢你 齐延凝视着陆之乔 眼中满是温柔 然后小心翼翼地从侧面抱住他说 以后如果你出差去外地 可以让妞妞到我这里来 齐延头一次见孤高清冷的陆之乔哭泣 心疼地将人直接揽在怀中 随后贴近陆之乔耳边轻声安抚道 以后如果你出差去外地 可以让妞妞到我这里来 毕竟 眼情不如近邻 耳侧扑来温热的气息 肺痒撩人 陆之乔末地一哆嗦 不自觉偏了偏头 耳阔将将毫抵在齐延唇边 他想躲 可是情绪上来难自控 便没动作 就这样任由对方抱着 齐延吃准了他不会推开 便得寸进尺地收紧手臂 趁势在他脸上啄了一下 此时陆之乔百感焦急 他满脑子都是自责与酸楚 还有被撞破失态模样的窘迫 可这个时候齐延的温度 齐延的气息 只让陆之乔觉得安心 片刻 陆之乔小幅度挣扎着 他脱离齐延的怀抱 轻声说 齐老师 对不起 又给你添麻烦了 妞妞的医药费 齐延笑着打断陆之乔说 再不吃早餐就凉了 要叫妞妞起来吗 陆之乔看了眼餐桌上 还在冒热气的早餐 机械式地走过去坐下 他一早赶回来什么都没吃 这会儿确实有点饿 随后想了想回到 让他多睡一会儿吧 齐延点点头 成了碗粥放到陆之乔面前说 我第一次给别人做饭 说完又补充了一句 初恋都没有这个待遇 陆之乔一正 不知怎么注意力偏在初恋两个字上 不禁生出一点好奇的念头 看着齐延递过来的粥 他才回过神 到了生谢 随后二人边吃边聊 齐延手里包着鸡蛋倒 做销售挺累的吧 工作日加班 休息日也要出差 真得这么拼吗 陆之乔文言也不再藏着眼着 每个月三万多的房贷 衣食住行孩子的教育 样样都是钱 其实他素来不爱续道抱怨 鲜少向人讲起这些 也许是女儿生病带来的冲击过于强烈 使他情绪有些纷乱 难得陆之乔愿意多说几句 齐延也乐得当个听众 陆之乔继续道 如果我不努力 怎么才能让妞妞过上更好的生活 齐延叹了口气 把包好的鸡蛋放进陆之乔碗里 顺势问他年纪 陆之乔回他自己今年三十二了 齐延惊讶道 这么年轻 转念又想到 陆之乔才三十二岁 怎么有一个十二岁的女人 难道是二十岁的时候凤子成婚 可读大学的年纪 结婚生子 也太早了吧 陆之乔突然意识到什么 神色有些不自然 没有接话 礼尚往来地问向齐延 你呢 齐延说自己二十七 随后二人相视无言 静静地吃完这顿早餐 一周后 陆之乔下班回家 看到齐延在给自己女儿 不拉下的壳 一大一小两个人 坐在沙发上的画面 甚是和谐而温馨 二人见陆之乔回来 先后打了招呼 随后齐延转头 摸着陆薇的脑袋 叫他先回房间写作业 等妈妈做好饭再叫你 陆薇文言乖乖回了自己房间 这时陆之乔来到齐延面前 说他白天上课已经很辛苦了 下班还要再给陆薇补课 自己实在过意不去 其实经过女儿生病的事 陆之乔面对齐延时 不再感到尴尬 两人之间的距离 似乎也近了一点 陆之乔虽然能说服自己 接受齐延作为邻居的帮助 但却不能心安理得地 接受他给女儿开小造 齐延文言 一把拉过陆之乔 将他按到沙发上 边摆弄着他的头发边说 别的家长都恨不得 老师都关注自己的孩子 你倒好 我送上门都不要 陆之乔心里乱成一团马 随后对齐延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你这几天总过来帮忙做饭 还给陆薇辅导功课 这些都是我身为妈妈该做的你 你没有义务做这么多 而且 齐延看着陆之乔疑惑道 而且什么 看着贴近的齐延 陆之乔红了脸 真的不能再给你贴麻烦了 边说边尝试推开齐延 胃果 反而在推嗓中被齐延占了上风 原本正常的谈话 也因暧昧的气氛变得微妙 齐延做了做那颗泪质 掌心捧住陆之乔的脸 软着嗓子道 因为是你 我了衣 陆之乔忽然红了脸 嘴唇如动半傻 愣是没说出一句话 齐老师 叫名字 快点 齐延 陆之乔在职场摸爬滚打多年 见过不少形形色色的人 可偏偏就折在了齐延这里 他只好无奈妥协齐延的要求 开口叫了他的名字 齐延听后满意地笑了 然后对陆之乔说 我不会强人所难 如果你不愿意接受 我就不来了 但还有一个月就要期末考试 初一学的又是基础 妞妞落下这些将来很难比 齐延说得煞有介事 陆之乔一时语色 陷入了矛盾心下 短期内也许分数不重要 但学习就像造房子 地基没打好 坐起来的便是微楼 齐延见陆之乔没在吭声 便用鼻尖蹭了蹭他的脸 并问陆之乔 什么时候有空 去拍片 被齐延稳住的陆之乔 只得含糊回应他 过年了 此时齐延亦有些失控 但他终究是放开了陆之乔 陆之乔协议在沙发上 眼神茫然迷离 嘴巴微微张着 小口喘气 狼狈且诱人 齐延却拼命压制内心的念想 故意不去看陆之乔 随后柔声道 很晚了 回去休息吧 周五 齐延和好友迟念约过饭后 提出想去大楼内部看看 迟念欣然搭语 随后带着齐延来公司内参观 见他心不在焉 便询问怎么了 齐延回他没事 迟念便继续介绍起公司 这时齐延开口对好友说 升职就是好 都有独立办公室了 迟念有些无奈地回到 就怕做不了几天 齐延疑惑 迟念便贴近他小声解释道 这都快到年底了 我底下的业务员 每天只发发寒电 维护一下老客户 大单子都不敢接 齐延今日来访 本就是为了打探新北的情况 没想到迟念居然主动提起 齐延顺势问怎么了 迟念无所保留的假 前段时间跟我们公司合作的工厂出事了 想跟新工厂合作 但对方是个不好啃的硬骨头 自家公司被人说成硬骨头 齐延还觉得挺有趣 齐延继续道 这活最后落到了我们总监头上 还不知道能不能谈下来 走到经理办公室门口时 齐延想邀请他喝杯咖啡 齐延怕耽误好友下班时间 便婉拒了 小声说你们这办公氛围太恐怖了 不适合我 齐延要走 齐延说送他 两人一块去等电梯 经过洗手间时 齐延忽然闻到一阵熟悉的冷香 而后听到高跟鞋声 他下意识转头望去 看到一个女人的侧脸 眼尾处那颗类质无比清晰 齐延停下脚步 保持回头望的姿势不动 视线里只有那女人的背影 对方没注意到这边有人 出来拐个弯往办公区域走了 高跟鞋声渐远 齐延见齐延愣在原地 出声问他怎么了 顺着齐延将直的目光望去 齐延看到了自己上司的背影 他知晓齐延的取向 更清楚齐延喜欢什么类型的女人 当即明白过来 好心介绍 那是我们总监 怎么样 欲罢 齐延微微醋眉 目送那人消失在拐角处 侧头问 他姓什么 十念回他总监姓陆 陆帝的陆 是你直属上级 十念点点头说 是啊 就是我刚才说的 要负责和新工厂对接的 随后眼神意味深长看向齐延 你该不会看上他了吧 可别想 人家孩子都有了 已婚人士 肖想不得 齐延当然知道陆之乔有孩子 但却并非已婚 他只是感叹造化弄人 缘分这种东西 或许明明中已经注定 京北集团总监办公室内 陆之乔眉头紧锁听着下属的汇报 陆总 合作商因为政策突然倒闭 这这谁也想不到啊 咱们从九月就开始物色新厂 可要么生产标准不合格 要么规模太小不靠谱 几轮筛选下来 只有森阳科技符合要求 可谁让咱们公司十年前 放了森阳鸽子呢 现在地位一换实在不好谈 听到这里 陆之乔揉着太阳穴 他最烦抱怨和借口 于是冷声打断男人 语气有些不耐烦的说 行了 你先出去吧 随后又说道 新品审核案最迟六点给我 男人文言起身离开 走到门口时 齐言突然开口对他道 如果想不到办法解决 市场部的刁难和扯屁 那你这个经理也别当了 男人走后 办公室又恢复宁静 陆之乔身体后仰靠住一背 长叹一口气 这时小万把一摞文件 放在办公桌上说 总监 这是十年前跟森阳洽谈时的记录案 电子帮我发到您邮箱里了 见上次脸色不好 小万语气小心翼翼地 为陆之乔泡了一杯茶说 您喝口茶顺顺气 陆之乔恩了声 办公室又恢复了宁静 他喝了两口茶 继续看记录案 这时手机震了一下 屏幕弹出齐言的消息 问他几点下班 陆之乔点进消息看了看 还附有一张照片 是齐言买的两大袋子生鲜蔬菜 陆之乔看后回到六点 这时齐言消息再次发来 我和妞妞等你回来吃饭 他一愣 赶忙编辑文字不用麻烦 还没发出去 齐言又发来消息 拍片的时候让我多拍几张 陆之乔见状服了叹气 心想齐言这人真是 隔着屏幕都能晓得他在想什么 甚至不给他拒绝的机会 不过这样也好 人情往来 互相回报 谁也不欠谁 陆之乔下班回到家 见屋内灯火明亮 饭菜飘香 险些以为自己进了别人家 他放下包 循着声音和味道走进厨房 看到齐言穿着自己的围裙 站在倒台前熟练的炒菜 心头猛然一动 他过意不去 遇上前帮忙 我来吧 齐言先是被吓到的样子 而后脸上露出笑容说 不用 最后一个菜了 待会就可以叫牛牛洗手吃饭了 陆之乔抿了抿唇 总觉得他的眼神别有深意 但终究没说什么 转头出去了 饭后齐言主动提出洗碗 整理完毕 齐言去找陆之乔 却透过虚眼的门缝 听到陆薇对自己的夸赞与崇拜 不但会辅导数学体 还会同声传译 更会拍好看的照片 最重要的是 还会做饭 看着女儿兴奋的讲述 陆之乔将他揽在怀里说 齐老师这几天照顾你 帮你补课 你是不是要对他说声谢谢呢 陆薇回答 当然了 齐言健壮嘴角含笑 心想这一周的辛苦没有白费 随后陆之乔又摸着女儿小脑来叮嘱道 等你回学校上课 要像以前那样 跟齐老师保持距离 陆薇不理解 便问陆之乔为什么 是不想让自己和齐老师亲近吗 小孩子心思简单 哪懂其中弯绕 而隔着一条缝隙的齐言 将他们的对话听得清清楚楚 随后陷入了沉思 齐言本想着去酒吧消遣一下 没成想却遇到一个让他沉迷的女人 陆之乔扶了扶女儿额前的碎法 认真的看着他的眼睛 齐老师对你好 不可以告诉任何人 尤其是同学 等你回学校上课 要像以前那样跟齐老师保持距离 小孩子心思简单 不懂其中弯绕 陆之乔笑了笑 大家就会觉得齐老师偏心 认为他收了不该收的好处 有可能他会因此而丢了工作 没有饭吃 齐老师对我们这么好 我们要保护他 不能害了他 明白妈妈的意思吗 一听齐言会丢工作没饭吃 陆威连连点头答应 陆之乔欣慰一笑 亲了亲女儿的脸蛋 而门外的齐言 却将陆之乔的话听得真真切切 齐言的心底泛起了丝丝暖意 陆之乔在为我着想 齐言儿时的梦想是当老师 说来可笑 仅仅因为他觉得老师 他们学识渊博 充满智慧 给予他很大影响 使得他更坚定了梦想 他生日时 收到过学生亲手做的领悟 但不到半年 他就被现实的凉水 从头到脚淋了个头 曾经被家长泼脏水污蔑 有口难辨 还有小心眼的同事 只因为领导当众夸了他几句 在背后嚼舌根说他晚上爬床 当老师有太多的费力不讨好 还要面对社会上 颇高的道德要求 那天晚上在医院 他心乱如麻 当脑子冷静下来 理智回归 才惊觉自己冒了多大的险 一面后怕 一面又怀有侥幸 如果陆之乔不领情 反咬一口 他就会再次陷入同样的领导 索性赌赢了 他没有看错人 齐妍将立着 眼睛里有点潮热 能够被理解 是生命中最幸运的事情 不需要多 只有一人也好 这时 陆之乔带着陆薇走了出来 看到了在门口的齐妍 齐妍表示太晚了 自己先回去了 临走时 陆薇对着齐妍说着 谢谢齐老师 你辛苦了 随后 陆之乔便表示 我送你吧 齐老师 楼道里灯光次亮 二人站在902门前 陆之乔淡笑望着齐妍 温身开口 齐老师 说了 叫名字 齐妍扬眉轻笑 捉住了他腕子 大拇指底在脉搏上妈撒 四下寂寂无声 陆之乔半边侧脸隐没在阴影中 泛起了可疑的红韵 手指也拳起来 齐妍 嗯 我在 齐妍刻意放软声音 娇媚至极 陆之乔心脏一颤 麦国处被他磨得有些痒 却没想着正开 酉酿好的话 险些忘了干净 傅斟酌着说 这几天真的很感谢你 本来我们非亲非故 你没有义务替我照顾孩子 而作为母亲 我确实不太尽责 齐妍竖起食指贴住他嘴唇 声声让他把花咽下去 而后一把抱住 别这么说 你已经尽力了 还有 我不想再从你嘴里 听到谢谢这类词语 陆之乔没挣扎 任由他抱着 牟里的情绪晦暗不明 历时不知道说什么 齐妍一正 手臂紧了紧 齐妍松开他 回去吧 陪陪孩子 早点睡 陆之乔点头 低声道了句晚安 转身欲走 齐妍却一把拉住他的手 将人带回怀里 不给个晚安吻吗 陆之乔僵着身子 没半点反应 那我可要吻你了 两片薄唇随着气息而进 陆之乔浑身紧绷 仍是没有动 一方面极度羞耻 另一方面竟隐隐 绝出一丝刺激感 紧张 还有期待或许别的什么 他不清不楚 陆之乔全然为反抗 愿由他造次 微扬起脖梗回应着 渐渐和上眼皮 手不知不觉攀住他后背 将人往自己身前贴 暧昧的水滋生 在寂静空旷的楼道里 尤其显露 齐妍又在关键时刻抽离 挪到他耳肩上 软声轻语 明明很喜欢 真是闷嗓 真是闷嗓 陆之乔耳朵很敏感 却依旧面无表情 一副冷静自持的模样 偏过头部里齐妍 表示齐妍在意犹未尽 也不得不适可而止 他放开陆之乔 齐妍知道 陆之乔并没有真正心甘情愿 既然这样 那即便得到了 也索然无味 随后齐妍到了生晚安便回了家 周末 齐妍在回家的路上 和齐爸在电话里 说起新北集团的事 将前几日从迟念那里 得到的消息一一告知 齐爸闻言表示了解 顺势问齐 齐妍两家公司洽谈那天 他要不要去 齐妍从不在正式的 商务场合露面 可这回倒有几分想去 说不定能帮上陆之乔的忙 齐妍转念一想 那无异于直白地告诉对方 你靠了我的关系 按陆之乔的性格 肯定会不开心 也难免惹别人猜想 他怎能因一己私欲 给陆之乔增添心理负担呢 齐妍想得入神时 贝尔基里齐爸 喋喋不休地唠叨拉回了现实 他告诉齐爸 自己不参与此事后 便挂断了电话 这时齐妍瞧见小区门口 停着一辆黑色跑车 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 绕道副驾驶 为车内的人开门 而下车的人 正是陆之乔 为他开车门的男人 约莫三十几岁 西装笔挺 高瘦高瘦的 领带打得一丝不苟 瞧着像事业有成的精英人士 显然他跟陆之乔很熟 两人站在车边聊天 有说有笑 没半点要上去的意思 从齐妍那个角度 只能看到陆之乔的侧影 他看上去似乎很开心 嘴角始终往上伸扬着 跟之前清冷正惊的模样 判若两人 齐妍眸色微沉 眼底生出一片 晦暗不明的情绪 他放慢了脚步 然后停住 不多会儿 陆之乔朝男人挥了挥手 转身进了小区 陆之乔正准备踏进电梯时 突然被人拦腰从背后抱住 他吓了一跳 随后那人动作极快地按下楼层键 将他牢牢抵在箱壁上 陆之乔险些喊出声 却闻到熟悉的洗发水香味 待看清来人的脸 他缓缓吐出一口气说 齐妍 这时齐妍声音低沉道 那个男人是谁 陆之乔方才着实吓得不轻 这会儿刚喘云了气 脑里一片浆糊 想也没想就打 朋友 齐妍闻言 手中拎着的物品应声落地 他板过陆之乔的脸 看着他说 艾凯伦720S 你这朋友挺拉风的 陆之乔正要反驳 却被齐妍突然稳住 随后齐妍松开陆之乔问道 所以是出去玩了 陆之乔回道 不是 去办点事 他是如此我回来 齐妍继续追问 怎么没开你自己的车 这时陆之乔抬眸乔见 齐妍呼了一嘴口红 突然觉得有点好笑 又想到齐妍的问题 不知怎变 换做旁人如此八卦 陆之乔早就冷脸不搭理了 可面对齐妍他却有些心虚 可自己分明没做亏心事 清清白白的 于是实话是说 最近有点累 不想看着 齐妍竟然望着他 半晌没吭声 亦没任何动作 练艳的眸里会暗深沉 陆之乔的一系列表现 让齐妍觉得他在撒谎 盯的一声 便踢停在酒楼 门打开 齐妍突然稳住陆之乔 期间竟是强势与掠夺 没有丝毫温柔之意 朦胧间陆之乔只感受到 这人莫须有的怒润 但发泄够了 齐妍抬起头来 原本不均匀的口红 声声被压得逆时 反倒有几分好看 这时齐妍身体猛地向后退去 他没再说什么 只是沉默地逃离 而电梯内不明状况的陆之乔 甚至都没能来得及 喊出他的名字 宇室里雾气缭绕 温水顺着陆之乔 身体曲线一路向下流淌落 他打开小玩具 细微的嗡嗡声 与水落声交织 十分隐秘 一下午了 陆之乔一直心神不明 无论做什么 他脑子里都挥之不去 一月以来 齐妍所做的点点滴滴 陆之乔都明白 可也仅限于明白 更多更深的他不愿去想 因为没有可能 即便有 也要扼杀干净 陆之乔换好睡衣后 门铃声突然响起 这个时间 应该只有齐妍才会来 门开后 齐妍率先开口道 我家热水器坏了 接你家浴室我起个早 语气中尽是客气与疏离 陆之乔正愣望着他 目光触及齐妍眉宇间的冷淡 第一反应便猜到 是跟今天下午的事有关 他心里忽而生出 混沌不明的情绪 只不过是被朋友送了一程 这人何至于计较到现在 齐妍见陆之乔没有回应 重复问道 可以吗 陆之乔回过神 应了声好 便引齐妍来到了浴室 随后说道 浴室有防滑拖鞋 左边热水 右边冷水 齐妍看了他一眼 围了个摁 便走进浴室关上了门 陆之乔拿起吹风机 呼啸的噪音将 齐妍翻动塑料袋的 动静淹没 被吹起的发丝 如同陆之乔的心一般 乱成了一团理不清的线 不多话 浴室里水声犀利 虽一门之隔什么也瞧不见 但缠缠水声溅落 免不了惹人遐想 陆之乔满脑子 都是被齐妍摁在 酒店浴室玻璃上的场景 热风干燥 陆之乔感觉 整个人都燥了起来 他羞难至极 心虚地看了眼浴室门 关掉吹风机收好 逃回了卧室 逃走的这一幕 恰好被齐妍看到 他无奈心想 陆之乔就这么想避开自己吗 卧室内陆之乔等了片刻 听到客厅大门打开 又关上了声音 便开门望去 他看到地垫上 那双被摆得整整齐齐的拖鞋 和空荡的客厅 莫名心生失落 为了将奇怪的念头甩开 陆之乔转身进了浴室 拿起海绵脱把浴清理浴室 却发现瓷砖地面 半点水子也没有 显然是被清理过了 这人一言不发就走 也没望拖地 真是 这时陆之乔直起腰 欲将拖把放回去时 却抬眼看见自己用过的小玩具 他就静静躺在置物架上 陆之乔一惊 心想完蛋 齐妍必定是看见了 想到这里 陆之乔登时面红耳饰 骚得不行 仿佛被包光了丢在大庭广众之下 陆之乔拿起置物架上的小玩具 带愣在浴室 心想齐妍肯定是看到了 这时外面突然传来女儿的声音 陆之乔慌忙扯了几张纸巾包住小玩具 随后捏在手心里 一转身 便见女儿探头探脑地问 可以吃零食吗 陆之乔断然拒绝了女儿的请求 小姑娘嗷了声 兴致缺缺缺地走开了 陆之乔见状长嘘一口气 而后心想 自己到底要在齐妍那丢几次人了 一日陆之乔正在家中大扫除 他把分解出来的废品装箱放在门口 而楼道内电梯 一叮的一声吸引了陆之乔的注意力 电梯门缓缓打开 只见齐妍迎着冷风走了出来 看到陆之乔他愣了一下 回过神后顺势问道 陆薇今天去医院复查了吗 医生怎么说 而此时的陆之乔只要见到齐妍就尴尬不已 他满脑子都在思考 昨晚齐妍究竟有没有看到浴室里的小玩具 听到齐妍的话时 陆之乔才回过神 说陆薇已经没事了 也继续去上钢琴课了 陆之乔正犹豫着继续说什么的时候 齐妍总是要招惹自己 不是言语眼神就是动作 而且昨晚那么干大 可就齐妍刚才的样子 或许是没看到 陆之乔不愿再想 叹了口气便回到房间里继续打扫 在整理的过程中 看到箱子里静静躺着的相框 随后将他拿起 看着照片中的人 陆之乔陷入回忆 手不禁一遍遍地摩缩着相框 十一年了 如果没有那场灾难 想到这里 陆之乔动作停滞 啪哒一声 泪水溅落在相框上 此时 齐妍正好从家中出来 看到901敞开的房门 不禁好奇向内望去 看着陆之乔的背影 齐妍思绪万千 自己生什么气呢 陆之乔坐谁的车 和谁在一起 哪里轮得到他去过问 转念又想了想 可是 谁叫自己喜欢他呢 这时齐妍轻声问道 需要帮忙吗 陆之乔文声立马 抬起手臂擦了擦眼泪 调整好状态后才转过身 冷静地对齐妍说 不用 可红着的眼睛 分明表示他刚刚哭过 只是不知原因 齐妍看着他 心底某个角落突然踏了一块 没有理会陆之乔的拒绝 便自顾自地换鞋进屋 熟悉的就像在自己家一样 他低头看了看 满地杂物问道 盯上这些书都不要了 陆之乔紧张地望着齐妍回道 不是 要放进柜子里的 观察半天 见齐妍神情自然 陆之乔的心裁渐渐缓和下来 也许昨晚 齐妍真的没看见 这时齐妍走到茶几旁蹲下 帮陆之乔整理物品 齐妍问一句 陆之乔答一句 二人配合得非常默契 就在陆之乔转过身时 齐妍抬眸瞥了眼浴室 然后视线落在了陆之乔身上 其实昨晚他看到了 置物架上的粉色玩具 可爱小巧 还沾着水珠 但他选择装作没看见 比陆之乔这样自尊心极强的性格 让他知道自己私密的东西 被看见还了不 何况谁都有正常的需求 本就不是什么值得调侃的事情 虽然他也很想当面说出来 看对方羞怯脸红的样子 但终归没必要 只是很遗憾 他齐妍连小玩具都比不上 风从阳台窗户外吹进来 有些许良意 陆之乔见齐妍已经整理好了两箱书 心里有些过意不去 变到了杯热水放在茶几上 随后开口道 齐老师 不用忙了 先坐一会儿吧 齐妍闻言端起水杯质问道 还我名字很对劲吗 陆之乔连忙改口 齐妍 然后坐到了齐妍身边 欲言又止 半赏才忐忑开口 昨天那个真的只是朋友 齐妍明知顾问 哪个 陆之乔回答 送我回来那个男的 这时齐妍转头看向陆之乔 嘴角勾起妹笑说 你没有义务向我解释 这是在做什么呢 说着便朝陆之乔凑过去 并单手擒住他下巴暧昧地问道 难道你很在意我的想法 难道你很在意我的想法 齐妍单手擒住陆之乔的下巴 朝他贴近 陆之乔一惊 莫名有些兴奋 甚至还有一丝期待 但是在感觉醉浓时 齐妍突然放开了他 而后转过脸去 视线掠过地上的杂物时 忽然停住 随后齐妍疑惑问陆之乔 那个相框里 你老公 陆之乔顺着他目光望去 脸色微变 他瞥了齐妍一眼 垂眸道 不是 齐妍继续追问 所以是谁 陆之乔抿了抿唇 没答 因离得不是很近 齐妍没看清照片上的男人 长什么样子 心里没来由的烦躁 但明显陆之乔 没有要告诉他的意思 他时去没再问 这时齐妍起身 对陆之乔说 收拾好了的话 去一趟我家 陆之乔一愣 小声问 做什么 寻常人都明白 这是问有什么事 可在齐妍听来却变了味 他阳唇娇笑 斜着身子凑过去 以及暧昧的语气说 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陆之乔文言 灯实脸红 故作冷静地转过头 不理齐妍 齐妍见状软声道 开玩笑的 我有东西要给你看 陆之乔不信 齐妍发毒是说 不骗你 说谎没对象 陆之乔捧着脸 嘴角却忍不住 翘起来一点糊涂 觉得好笑 他抬手捋了驴耳边的碎法 淡淡回道 姑且幸运 去齐妍家的次数 屈指可数 每回都有正经事 却回回被开游 以至于在陆之乔看来 902就是个狼窝 但这次他一进人 就感觉哪里不对劲 电视背景墙上空空如也 那幅艺术照不见了踪影 这时齐妍带陆之乔 进了书房 书房不大 近来先是看到墙上的艺术照 陆之乔慌忙一开眼 心想难怪 刚在客厅没看见 原来是搬到了这里 然后陆之乔目光落在了衣架上 架子上挂着各式各样的衣物 但没有一件事 能完整遮住全身的 恍神之际 齐妍开口道 给你准备的 到手拍片就穿这些 随后从衣架上挑了一套 红色比基尼 贴近陆之乔面前问 怎么样 好看吗 陆之乔是个汉鸭子 从小到大 他把泳衣都没穿过几回 更别说比基尼 他往后退了一步 避过那刺目的红色 皱眉看着齐妍 不是说能穿衣服吗 齐妍笑道 比基尼也是衣服啊 虽然布料 节省了一点 陆之乔掖住 促起眉 断然拒绝 齐妍闻言垂下眼眸 然后露出失落的表情说 你答应了我了 陆之乔见状心想 果然人情债最难还 思虑良久后 陆之乔坚持道 除了比基尼 齐妍大方让步说好 陆之乔瞬间松了一口气 没想到齐妍会答应得这么干脆 不然陆之乔被齐妍从身后抱住 只听齐妍温软的嗓音说 我不会强迫你做不愿意的事情 你能答应做我的模特 我已经很满足了 说吧 齐妍讨好的轻了轻他耳垂 陆之乔听完齐妍的话 思绪莫名涌了上来 喉咙静也有些堵 齐妍参加完会议 和同事们到了别 心想终于可以回家了 他一定要泡个澡睡个好觉 空荡荡的走廊 齐妍正要下楼梯 冷不丁瞥见角落里 蹲着个穿笑服扎马尾的女孩 颇为眼熟 便试探性地叫了声 陆薇 小姑娘蹲在墙边哭 身子一抽一抽的 纹声抬起头 脸上布满泪痕 眼睛和鼻子都红扑扑的 哽咽着喊道 齐妍心一颤 促眉俯声问道 怎么了 不哭不哭 谁欺负你了 告诉我 陆薇抽掖着正要开口时 钻在手里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 是陆之乔的电话 他煞时止住抽气 清了下嗓子 然后才接通喊道 妈妈 可带着哭腔的嗓音很难掩饰 抽气更是无法克制 小姑娘便死死咬住嘴唇 对电话那头解释到自己没事 只是不小心撞到头了 这一幕齐妍看得揪心 陆薇这孩子 明明自己都难过成这样了 却为了不让陆之乔担心 把委屈都藏到肚子里 见陆薇挂掉电话 齐妍才继续询问她哭泣的原因 委屈的小姑娘接收到齐妍流露出的关心 煞时间更委屈了 她在课堂上强忍着没有掉下的眼泪 此刻如伤红爆发一样泄流不止 小姑娘哭得直喘 边抽气边说 齐老师 我不想上数学课了 并说了今天数学课上发生的事情 而后哭得更凶了 齐妍闻言心想 那数学老师徐守魁 是出了名的劳骨感 对待学生也还是沿用从前那套棍棒教育 可陆薇这么小的年纪遭受这些 很容易留下心理阴影 要是陆薇出了什么事 陆之巧可怎么办 想到这里 齐妍抱住陆薇 摸了摸她的头柔声道 妞妞 不哭了呀 今天是徐老师不对 她年纪大了脾气不好 老师一定会找她沟通的 陆薇乌咽着诉说自己的委屈 我已经很 很努力了 我也不想 会不会 所有老师都讨厌我 齐妍听着心里一阵脚痛 继续柔声说 怎么会 我就很喜欢你啊 你的作文写得那么好 每次都是梵文 英语老师也夸你是 她教过最棒的学生 可小姑娘还是质疑自己笨 齐妍忍不住 亲了亲女孩的额头 而后起身安慰道 妞妞 你一点也不笨 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 和不擅长的东西 没有人天生什么都会的 不要对自己失去信心 小姑娘叮叮望着齐妍 觉得齐妍有点像妈妈 她突然想妈妈了 心想 妈妈不在 抱老师也可以吧 反正 老师和妈妈的关系 看起来挺好的 然后直接扑进齐妍怀中 紧紧抱住了她 小姑娘乖巧文静 连撒娇都无声无息 齐妍心里又热又软 浓烈的保护欲满到溢出来 这时齐妍问到陆薇 妈妈今天是不是要加班 那齐老师带你去吃好吃的 见怀中的小姑娘破涕为笑 齐妍便直接带着她去了西餐厅 起先小姑娘很拘谨 不愿让她破费 但毕竟是孩子 温生软鱼哄一哄便投了小 吃完饭 齐妍又带着她去电玩城 抓娃娃 喉兰 一大一小疯到天黑才回家 走在路上 齐妍想到自己的身份 其实她不应该和某个学生接触 也不该偏爱谁 道理自己都清楚 却还是想任性的词 从那晚遇到陆之乔开始 她的生活就彻底多出了两个人 像是冥冥中注定的 再也不可能像从前那样 无牵无挂一身亲 齐老师 今天谢谢你 我很开心 楼道内 陆薇抬起头向齐妍道谢 见小姑娘开心 齐妍也笑了 看着怀抱小螃蟹的女孩 齐妍心想 上次陆薇生病 她就想知道 为什么陆之乔 连一个可以托付的亲戚都没有 可自己又不好直接问她 那只好在陆薇这里寻找答案 走进电梯时 齐妍撞似不经意地问 妍妍啊 过年的时候 外公外婆会去你家吗 小姑娘转头看向陆薇回道 我没有外公外婆 那爷爷奶奶呢 也没有 其他亲戚 比如舅舅姨姨 陆薇按下九层 摇头回道 从来没见过 一连串的回答听得齐妍一斗丛生 怎么会一个亲戚也没有 这时小姑娘疑惑地看着齐妍 齐老师 你问这个做什么呀 齐妍顿了顿 笑着回她 我答应过年的时候 帮你妈妈拍照片 担心她家里有客人不方便 齐妍搜长瓜度 想到这个正当理由 与上回提到爸爸不同 陆薇没有表现出丝毫失落 眼神反倒亮起来说道 拍好看的照片 我们家过年没有人的 妈妈会带我出去度假 小老师 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啊 我也想拍好看的照片 齐妍没想到自己一句实话 能套出这么多有用信息 暗叹小姑娘天真单纯 内心忍不住阴暗了一把 然后故作平静说 这个 还是要你妈妈同意才行吧 陆薇信誓旦旦地点头道 我会跟妈妈说的 终究是孩子 居然这么容易就收买了 送小姑娘回家时 陆之乔正在客厅内办公 看着装也是刚回来不久的样子 陆薇换了鞋子 蹦跳到陆之乔面前 献保室地举起螃蟹娃娃说 妈妈 我抓到的 送给你 陆之乔却指望着站在门边的人 猫里复杂的神色一傻而逝 他半晌才回过神爱 低头笑着接过娃娃 温生夸了句真棒 便让女儿去写作业了 小姑娘听话地回了房间 并和齐妍道别 伺下忌计 齐妍静静地站在那里 默然与陆之乔对视 他突然感觉到 两人之间好像隔着一层散不开的雾 谁也看不清谁 陆之乔被盯得忐忑 手指紧紧抠住布娃娃 许久才上前欠就道 今天让你破费了 要请你来做做梦 陆之乔傍晚收到齐妍消息 那时他正加班 没有及时看 等看到时已经来不及婉拒了 只能由着他带女儿去玩 而自己又欠了一次人情 此时齐妍目光灼热地看着陆之乔 下一秒他突然朝陆之乔走近 猛一下抱住他 陆之乔身子僵了僵 喊了声齐妍 却没挣扎 齐妍抱着陆之乔的手臂更紧了一些 随后问道 这么晚还在工作 陆之乔不觉绷紧了身子 惯性靠在齐妍怀里 低声回道 受不违 就在陆之乔想问齐妍今日开销时 却被那人猛地抱起带倒在沙发上 陆之乔脑子一嗡 血气顿时涌上耳根 慌忙找借口想挣托 可还没等爬起来 齐妍便捉住了他的手 知道是不想合适 齐妍趁着陆之乔即将起身之际 捉住了他的手臂 顺势亲了亲那颗肋质 这时卧室门开 陆之乔听到女儿的声音 浑身抖了一下 条件反射地推开齐妍 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 瞬间将齐妍推下了沙发 陆薇刚出卧室 便看到这样一幕场景 小姑娘惊呼 赶忙冲过去扶起齐妍 并问 齐老师 不要紧吧 齐妍拍拍屁股 尴尬地笑了笑说 没事没事 刚刚不小心脚滑了 陆之乔手忙脚乱爬坐起来 捋了捋头发 他闭了闭眼 续于换上一副冷淡自食的面包 拉着女儿的手过来 洋装无视地问 妞妞 你刚才想说什么 陆薇想了好一会 才想起来自己要说什么 随后抱住陆之乔撒娇说 妈妈 明天我不想坐地铁 你送我去学校吧 齐妍顺势接上话题道 我送你 不对 是我们一起去学校 陆之乔一口回绝齐妍 不用了 他语气微冷 半合着眼皮没有去看齐妍 却抬眸对女儿笑道 那明天要早一点起来 小姑娘闻言蹦蹦跳跳回了房间 看着刺货的门缓缓关上 陆之乔松了口气 方才后背汗湿一片 这会儿浑身躁得慌 他低下头 眼角余光撇着齐妍 神情略显埋怨 还有一丝克制的休脑 这时齐妍开口问他 生气了 随后笑着挨过去想抓他的手 可这回陆之乔没衣 直接抬手挡开 往旁边挪了挪 一言不发地撇过脸 陆之乔十分自责 他觉得自己是个失败的母亲 给了孩子坏的引导和教育 如果妞妞要是知道了自己的取向 知道自己和齐妍之间的关系 又会怎么看自己呢 一想到这些 陆之乔就觉得很窒息 忽然耳畔传来 齐妍沉重低缓的声音 对不起 陆之乔正住 而后又听齐妍开口道 都是我的错 以后会注意分寸的 陆之乔睁开眼睛 缓缓转过身 煞时迎上齐妍诚恳严肃的目光 隐约还窥见 深处一傻而逝的失落 他心想自己 刚刚是不是太过分了 便扫了眼齐妍的屁股 刚才摔了一下 没事吧 那冬得一下子听着就摔得不轻 别是伤到骨头才好 齐妍见状忽然抓起陆之乔的手说 挺疼的 要不能帮我揉揉 前一秒还斯文正经的人 后一秒又开始耍无赖 见陆之乔又挠起来 齐妍赶忙收敛 恢复正色道 我开玩笑的 陆之乔干脆不理他 继续处理要收尾的工作 齐妍笑了笑 时序不再出声 也没打算走 陆之乔工作 齐妍就在旁边看着他 电脑屏幕上密密麻麻的英文 陆之乔像看母语一样毫不费力 然后点出一个窗口 齐妍大致扫了两眼 忍不住道 信用证 陆之乔一证 回头略微惊讶地看着他说 你不是教语文的吗 齐妍轻声靠近陆之乔道 语文老师就不能会英语了 此前陆薇夸赞齐妍多么厉害那番话 他以为是小孩子的夸大之词 现在猛然想起来 连看齐妍的眼神愈发耐人寻味了 齐妍见状笑道 发现我很优秀 喜欢上我了 夜色沉寂 圆月悄悄爬上树梢 阳台半开的窗户吹进来一丝冷风 这时齐妍看到电脑旁边有份合作协议书 上面印着公司的名字 她明知顾问 你在新北集团上班 陆之乔头也没抬得恩了一声 齐妍若有所思地盯着协议书 也不知道新北和他老爸的合同到底签没签 随后齐妍看向陆之乔又想到 那条分划在两人之间的界限 好像在不知不觉中模糊了很多 这时陆之乔突然偏头看向齐妍道 你怎么还不睡 齐妍见状笑着回他 陪你不好吗 既然你不婚姻 那我还是走吧 说吧齐妍起身欲走 陆之乔见状有些着急说 我不是这个意思 并下意识伸手想拉住齐妍 这时齐妍转身握住陆之乔的手回道 我知道 陆之乔张了张嘴还想说什么事 却突然被齐妍吻住了那颗肋质 没等他反应 齐妍已经到了晚安 回了自己家 不留陆之乔一人烦躁地窝在沙发上 周六 齐妍等了半个月的车漆终于到火 便开车去修理厂修补 他言出必行 说保证以后会注意分寸 便没再往陆之乔家跑 齐妍知道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他与陆之乔的关系也应该张持有路才好 连续几天 齐妍都没有联系陆之乔 他早出晚归 就是为了避开他们母女 可陆之乔竟也一生不想没理齐妍 车漆修补好后 齐妍开着车回家 驶进小区附近 他视线里出现一辆黑色跑车极其惹眼 正是上次见过的麦凯仁 而副驾位坐着的还是陆之乔 看着车内二人又说又笑的模样 齐妍心里很不适滋味 他拿出手机 拨通了陆之乔的电话 对方接得很快 可声音里含着疑惑 齐妍皱眉 眸色略微暗沉 却以轻快的口气说 晚上有空吗 我请你吃饭 电话那边顿了几秒才回到 不了 我要加班 而后齐妍问道 在公司 陆之乔简单回了个摁 齐妍闻眼脸色沉了下去 抿了抿唇没再出声 随后挂掉电话 电话被挂得毫无征兆 陆之乔有些无奈 却也没去追问 只是叹了一口气后便收起手机 其实他自己也不明白 自己和温子龙只是朋友 可听到齐妍的问题 自己居然莫名有些心虚 这时温子龙开口问陆之乔 又是谁骚扰你了 陆之乔侧头笑了笑说 哎 一个朋友 温子龙淡淡地回道 我想起你以前也是这么骗我的 陆之乔看向窗外 心里无端生出一些罪恶感 随后道 毕竟那时候跟你不熟 好了 专心开车吧 夜晚 陆之乔到家门口后 正要掏钥匙开门 手却突然顿住 他转过身 望着对面902紧闭的大门 那股按压下去的罪恶感又冒了出来 在他心底反复翻脚 他今天骗了齐妍 还有 这两天他都不曾见到齐妍 连微信上都没了消息 又想到那晚齐妍离开他家时说的话 半开玩笑半当真的语气 让陆之乔内心愈发坦克难安 转念他又想到齐妍是陆薇的老师 如果自己得罪了他 陆薇这三年会不会不好过 还有齐妍帮过自己很多次 他欠了齐妍不少人情 就这样由着误会发展不去解释的话 是不是不太妥当 随后陆之乔拿起手机 打开与齐妍的聊天对话框 反复编辑想说的话 却始终没点发送 陆之乔担心自己对齐妍的态度 会给自己的女儿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便决定发消息向齐妍解释误会 可陆之乔打开与齐妍的对话框 编辑了很多次文字 都没有勇气将消息发出 这时楼道内的感应灯面 周围疏的陷入一片黑暗 把沉浸在纠结中的陆之乔吓了一跳 他抬手扶住墙壁 而指尖传来冰凉的触感 使陆之乔打了个冷战 突然902的门开了 室内洒出温暖的灯光 这时齐妍提着带垃圾走了出来 看到陆之乔一动不动站在901门口 愣了一下 随后嘴角挑起讽刺的笑道 家玩斑了 陆之乔心虚 欲言又止 他脑子里很乱 想到自己多年来 什么样的客户都能硬住 可偏偏在齐妍面前 他惯用的圆滑的说话做事方法 统统都失去了笑容 见陆之乔不说话 齐妍只当时默认 他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没再追问 放下垃圾便准备回屋 这时陆之乔突然喊住他 齐老师 齐妍听到脚步一顿 本就烦躁的情绪更是被火上浇油 他付斐着 齐老师齐老师齐老师 天天齐老师 一口一个齐老师 喊我的名字能死吗 话虽如此 但他还是期待陆之乔 接下来要说的话 或许他在坦白下午 对他撒得谎了大 只见陆之乔 向下定了某种决心 随后开口道 那天晚上 我不是赶你走的意思 也没有不欢迎你 他紧张的心脏 悬在嗓子眼里 蓬蓬直跳 握着手机的手 也出了一层薄汗 齐妍侧过身 打断他 不可思议地问道 就这个 陆之乔听此一问 眼中静显茫然 齐妍见状歪头 看了他几秒 嘴角不可控地抽动了一下 忽然笑起来说 没事 陆之乔听到齐妍的回答 瞬间松了一口气 也松了手上的动作 齐妍留意到他的小动作 喉咙紧了紧 他看到了陆之乔 手机中编辑单位 发出的消息 心里很不适滋味 原来陆之乔 刚刚叫住自己 是怕自己给陆薇穿小鞋 想到这里 齐妍面不改色 对陆之乔说 对了 有件事我想了想 觉得还是有必要 跟你讲一下 那天我之所以 带陆薇出去玩 是因为他在数学课上 受了委屈 齐妍简单说了 数学课上发生的事 说着说着 语气变得陌生 而后又继续道 青春期很关键 遇到什么人和事 可能会影响他一辈子 我作为老师 能做得有限 还是需要家长 多给孩子一些鼓励 多给他安全 另外 我这个人向来公私分明 私人恩怨再多 也不会把气撒到孩子身上 你大可以放心 陆之乔静静听着 看着齐妍眼里的光 一点点细腻 这时齐妍 客客气气到了生晚安 转身进了屋 那门关得很轻 轻到使人怀疑 他是否真的锁住 陆之乔见状 僵傲地站着 不知站了多久 胆硬灯再次熄灭 四周又陷入混沌的黑暗 只有电梯楼层显示屏 发出悠悠红光 而陆之乔的身形 轮廓在黑暗中逐渐模糊 带着几分落寞感 半晌 他挪动有些发麻的腿 往前几步 随后抬手敲响了902的门 一连敲了好几下 门才开 齐妍修长的影子 出现在门后 脸色冷淡地问道 有事吗 陆之乔声音低沉地回道 对不起 我今天骗了你 齐妍说 我知道 我看到 陆之乔闻言下意识问道 什么 齐妍略有些无奈地回答 看到你上了那辆车 陆之乔愕然睁大眼睛 还来不及说什么 便被一股力道按压在墙边 天旋地转间 陆之乔后背抵住了冰冷的墙底 随后唇半墨地附上一片温热 带着野蛮墙式的气息 被生生侵入 这时陆之乔身上的长袖衫 突然被大力地拽开 对不起 我今天骗了你 被自己喜欢的人欺骗 齐妍感到有些愤怒 又有些委屈 于是趁着陆之乔分神之际 齐妍将人一把拉过来 按在了墙上 蛮横地发泄着自己心中的怒力 陆之乔挣扎无果 便无奈地闭上眼睛 由着眼前人放肆 待稳到陆之乔眼角那颗泪质时 齐妍的态度 从一开始的蛮横转变为温热 他爱及了陆之乔的泪质 那位置恰到好处 生动连人 只顾着泪质的齐妍 松懈了手上的动作 只是贴着长袖衫一动不动 而陆之乔却绷紧了背 大脑莫名受到一股强烈刺激 他下意识抓住齐妍的肩膀 有些怕又有些期待 齐妍作着她的泪质 鼻音哼出声质问陆之乔 骗我 再加班 在公司 心虚在骗我吧 陆之乔撇开脸否认 齐妍见状皱眉 捉住她的下巴 小心翼翼地将陆之乔 撇开的脸掰过来后撑到 别乱动 随后齐妍继续说道 给你打电话的时候 就在小区门口 陆之乔自知理亏 便没吭声 下一秒 齐妍把脸埋进她的肩膀 她不愿被陆之乔 看到自己脸上 失态在意的表情 有些委屈地问道 为什么骗我 其实那辆车 那个男人 不足以搅乱齐妍的心 可陆之乔却因为这件事 对她说了谎话 谎言使事情的性质被改变 齐妍发现 她一点也不了解陆之乔 她对这个女人一无所知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就永远不可能知道 陆之乔竟会骗她 可齐妍深知自己 与陆之乔什么关系都不是 陆之乔也没有义务解释什么 想到这里 齐妍突然觉得自己有点讨行 一直以来 她都在扮演纠缠者的角色 而被她纠缠的人 是最深的海 她只看到海面上风平浪静 只看到冰山显露的一角 齐妍的鼻息喷得陆之乔 皮肤发芽 陆之乔难受地想推开她 可终究心里有些愧疚 便由着齐妍继续造刺 齐妍感受到陆之乔的抗拒 起身皱眉道 说不清楚就别走 陆之乔看着眼前人 然后低下头轻声开口 我本来想说有事 又怕你问什么事 我要解释 上次你救 齐妍文言打断陆之乔的话说 好了我知道了 我信 陆之乔本以为很麻烦的误会 没想到就这样简单的化解了 这时齐妍笑道 以后你不想说的事可以不说 但是不能骗我 陆之乔点了点头 紧绷的心也终于放松了下来 见齐妍依旧没有放开她 陆之乔便说 我要回去做饭了 你松开 齐妍顺着她的话回道 不在我这吃 陆之乔文言历史皱眉 刚想说话 齐妍便放开她说 逗你呢 回去吧 坐陪陪孩子 说吧齐妍替她理了里头发和衣服 待整理好后 陆之乔转身朝家走去 刚到家门口 齐妍突然又拉住她手腕喊道 等一下 陆之乔疑惑转头 随即便听齐妍问道 下周五平安夜 你有空吗 平安夜当晚 齐妍和朋友们出来吃饭 恰好今天有人过生日 包了五星酒店的宴会 听开party 有对象的带对象 没有对象的带朋友 齐妍独自坐在沙发上抿着酒 回忆之前 她问陆之乔平安夜是否有空 陆之乔的回答 则是那天约了客户 这回不是谎话 可齐妍仍有些失落 看着眼前出双入队的人们 显得她更加孤单 此时齐妍内心呐喊 一个人过平安夜 也太惨了 这时齐妍放下手中的酒杯欲走 朋友们见状便问她怎么了 齐妍表示自己有点事就先回来 朋友们纷纷好奇 齐妍最近仿佛转性了 连酒吧脱当活动都不参与了 齐妍刚走出酒店 忽然瞥见斜前方路边 有个人影十分眼熟 她仔细望去 那人居然是陆之乔 她身量鲜瘦 杏色风衣长到小腿 急肩卷发被风吹得凌乱不堪 正以着电线干吐的天昏地暗 齐妍猝起眉连忙跑过去 扶住她肩膀关心道 怎么了这是 陆之乔还没来得及看人一眼 胃里又一阵翻江倒海 猛地弯腰吐进垃圾桶里 不带喘口气的功诶 接连又吐了两三下 一股浓烈的酒气四散开来 味道很冲笔 看样子喝了不少 齐妍轻轻拍了拍她的背 转身从车里拿了矿泉水 然后拧开瓶带 递给陆之乔 陆之乔低喘着气 脑袋红得几乎要烧起来 她颤微微接过水喝了一口 而后脚一软 跌进齐妍怀里 齐妍看着怀中的陆之乔心疼不已 夜色浓重 天空黑沉沉的 接到两旁的霓虹灯 飞快地掠过白色轿车窗外 一阵急时后 终于到了小区 齐妍搀扶着醉成一团烂泥的陆之乔出了电梯 这人看着瘦 却不轻 因喝醉了站不稳 全部的重量都压在齐妍身上 齐妍不得不估紧了她 以致两人姿势挨得太近 那带着酒气的灼热呼吸静数扑在耳侧 有点麻和哑 往九零一走时 陆之乔突然濒鸣出声 掀了掀眼皮 哑着嗓子开口 齐妍娇 楼道里静谧无声 灯光照得人脸上发亮 齐妍煞时顿住脚步 以为自己听错了 呆愣半嗓才缓过神来 那瞬间没有太多的喜悦 一时想不通原因 却也没问 便调转脚步扶着人往自己家走 齐妍家内 陆之乔被扶到沙发上 夜间气温低 屋子里有些冷 陆之乔靠坐在沙发上 只觉得脑袋昏沉骨胀 眼前景物一直打转 毫无平衡感 但意识还算清醒 这时齐妍拿来拖鞋帮她换上 可陆之乔胃里有股烧着感 直逼喉咙 身上也糟得很 她难受 拧紧了眉 不停用手拉自己衣领 齐妍担忧地看了看她 然后去厨房充了蜂蜜水 她端起杯子出去 挨着陆之乔坐下 轻声说 喝点蜂蜜水 会好收一点 齐妍怕她拿不稳杯子 便自己拿着杯子去喂陆之乔 喝完 陆之乔道谢 而后已靠在沙发上 她半张着嘴喘气 又合上眼睛 整张脸红得几乎滴血 妖娃诡异的飞色 从额头蔓延到耳后跟 灯光下显出几分诱人之姿 齐妍正正看着 喉咙不自觉滑动了一下 捏着杯子的手指舒然收紧 有股不安分的躁动在心底猛烈冲撞 随后齐妍放下杯子 手缓缓伸过去 却是落在头发上 怎么喝这么多酒 陆之乔瞥了她一眼 嗓音低落回道 他来陆之乔人还是清醒的 可行动却不受控制 他歪了歪脑袋 脸紧紧贴住齐妍的手蹭了蹭 口中喃喃道 齐妍在街边偶遇醉酒的陆之乔 准备将人送回家时 那人却对齐妍说去你家 到齐妍家后 醉酒的陆之乔觉得脸发烫 便想寻着凉快的东西 与自己脸上温度相比 齐妍的手略显凉 正好可以替他捂着降降温 齐妍凝视着陆之乔紧闭的双眼 小心翼翼抽出手 扶上了陆之乔的额头 他虽然闭着眼 但眉心始终浅浅地皱着 齐妍突然想起小时候 自己的父亲也像陆之乔这样 在饭局喝酒就像喝白水 回家却吐得肝胆剧烈 但还不忘叮嘱他 严严 千万别告诉你妈 小时候不明白 以为父亲是怕母亲发火 长大了他才知道 那是怕亲近的人心疼 假使今天没有偶然遇上陆之乔 他哪里得以见到这人 如此狼狈的模样 以对方的性格 想必是不愿意被人瞧见的 但显然比起这些 有更让陆之乔在意的东西 使得他宁愿放下 金石瘫坐在这里 也不肯回家 齐妍轻轻抓起他的手包 在自己掌心里 壮似自言自语 你放心 今晚的事 不会告诉妞妞 身旁的人手指梳得蜷缩起来 陆之乔猛然惊醒 眼中禽着泪水 齐妍见状鼻头一酸 便懒过陆之乔 让他靠近自己怀里 这时齐妍柔声问道 他有没有跟妞妞说 改成不回去 陆之乔文言回道 说了下班 他会自己睡觉 说到最后两个字时 陆之乔喉咙哽咽了一下 眼角又滚落几滴泪 再也控制不住地抽气起来 这回他没避着齐妍 什么自尊精识 统统都不要了 酒精上头 陆之乔的情绪也跟着上来 他想起从前很多很多事 酸甜苦辣咸堆积在心里 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便难以自控地哭了出来 齐妍静静地抱着他 用手替他擦拭眼泪 一遍又一遍 不厌其烦 此刻任何安慰的话语都不起作用 与其一知半解 说些苍白无力的鸡汤 倒不如默默陪伴 无声胜过千言万语 时间缓慢流逝 陆之乔渐止住抽气 眼泪不再流了 他起身对齐妍说抱歉 抱歉自己刚刚失态的样子 齐妍突然想到什么 而后轻声问道 如果我没有碰到你 你会去哪 陆之乔不假思索地说 酒店 齐妍顿住 随后陆之乔突然反应过来 连忙补充解释道 一个人 提起酒店 两个人就不约而同地想到那一晚 继而一连串地想象 在齐妍脑中歪的无边境 齐妍暗自懊恼 继续道 建议今晚在我这住吗 换作往常 这人主动送上门来 他即使肯放过 也定然要先调戏一番 开够了油才放回去 但今天不知怎么 齐妍半点玩笑的心情也没有 空气里仿佛凝结了低压 沉沉闷闷的 陆之乔却没察觉 只是开口道 好 给你爹麻烦了 齐妍看着陆之乔说 不麻烦 刚好我的出口真杀放 话没等说完 便被陆之乔打乱 齐妍脸色微僵 心想陆之乔喝醉了 也不忘守着最后那点惊弑 自己本来没别的想法 单纯想着一米八宽的床 够睡两个人 这人倒好 把他往歪了下 随后齐妍轻声道 沙发冷 客厅我没装空调 陆之乔靠着沙发头也不回 坚定地说 没事 齐妍皱眉 见陆之乔这样自己也只好妥却 而后齐妍起身道 我去给你拿枕头和被子 这时陆之乔开口说 我想洗澡 齐妍看着摊在沙发上的陆之乔 有些担心地问 这个样子能洗澡吗 我想洗澡 这个样子能洗澡吗 陆之乔强撑着眼皮 食指轻柔太阳血 晃晃悠悠缓缓起身道 可以没事 刚说完 他便脚一软栽了个亮枪 险些摔倒 齐妍连忙上前扶住他称怪道 还说没事 在里面摔跤怎么办 齐妍担忧地看着陆之乔 表示自己可以帮他洗 可话一出口 便被陆之乔解读成了别的意思 随后他一口回绝 陆之乔软在齐妍臂弯里 挣扎着想站直 齐妍这才后知后觉 自己话里暧昧 他轻渴两声 移开视线 而后解释道 我没别的意思 只是怕你摔倒 陆之乔强撑起自己 表示自己没事 自己可以 齐妍看着醉酒 也依旧坚强的陆之乔 眼中尽是担心 却又无可奈何 只好碎了陆之乔的意 随后将人引向浴室门口 并告知道 这是新的牙刷 杯子 毛巾和浴巾 这是洗发水 沐浴露 浴炎 还有护肤品 跟着我的 睡衣呢是干净的 内裤是新的 你先将就我一下 陆之乔看着齐妍 像个丫鬟似的忙前忙后 半是紧张半是欢喜的样子 神情有些动容 他染着醉意的毛子里 荡漾起层层拨纹 心像被一团烈火包裹住 那冰封在最深处的东西 悄悄苏醒过来 但很快 这种感觉被酒气与困意冲散 他现在只想赶紧洗完澡睡一觉 齐妍将东西捅捅递给陆之乔后叮嘱道 有事随时叫我 我就在客厅 陆之乔诚恳地回他 谢谢 便扶着墙挪进了浴室 齐妍见浴室门关上后 脸上的笑容也随即消失了 他眸光暗了下去 将愣在原地 反复揣摩着谢谢两个字 心里很不适滋味 莫名生出一丝酸苦 他们明明连最亲密的事情都做过 可陆之乔还是想和自己划清界限 这是浴室里传来水波搅动的声音 安静的环境下 听觉会显得尤其敏锐 齐妍站在门口仔细地听着 情不自禁想起两人出狱那晚的癫狂 室内各处留下痕迹都不够 最后进了浴室 在水中又折腾了许久 画面清晰粒粒在目 越想越诱人 齐妍害怕自己一个控制不住冲进浴室 便强迫自己掐断念头 离开了浴室旁 时间已经十一点多 齐妍坐到客厅沙发上 一边等一边翻看着书 他必须做点什么来转移注意力 让心慢慢地静下 齐妍看书看入了神 时间不知不觉过去大半 这时他猛地抬起头看向浴室 突然想到浴室里的人竟然还没有洗完澡 他按道不妙 扔下手中的书 三两步冲到浴室门口 急切地敲门喊道 陆之桥 你洗完了吗 见浴室内无人回应 齐妍又敲了两下 壳里面连水声也没有 他心意紧 雾不得许多 便拧开门冲了进去 一阵热腾腾的烟雾迎面扑来 空气潮湿热呼 夹杂着淡淡的雪松沐浴露香味 浴缸面上漂浮着稀碎零散的泡沫 陆之桥就躺在水里 脑袋歪向一边 他双目紧闭脸颊飞红 齐妍愣了两秒 又喊了几声他的名字 见人依旧没有回应 便以为陆之桥是一氧化碳中毒了 随后赶忙上前用手去探他的鼻息 呼吸沉稳冗长且均匀 齐妍这才松了口气 原来陆之桥只是睡着了 这时齐妍的视线在不经意见下意 陆之桥醉酒怕陆薇担心 便选择在齐妍家留宿 临睡前 陆之桥想洗个澡 齐妍担心他醉醺醺的状态 没办法自行洗漱 便提议帮他洗 却被多心的陆之桥婉拒了 可陆之桥进入浴室后 一个小时还没出来 齐妍担心的直接冲进了浴室 水雾散后 看着寸缕未浊的人浸泡在水中 使齐妍平静的内心再起波澜 他强迫自己一开眼 不去看 可他怎么叫陆之桥 陆之桥都没反应 反而呼吸越发平稳 看着眼前昏睡的陆之桥 齐妍不得不想办法 将人从浴缸中弄出来 他平住自己情绪后 两手伸进水里牢牢勾住陆之桥腋下 使足了吃奶的力气 才将人从浴缸里捞出来 随后拿起搭在架子上的浴巾 轻缓地擦着陆之桥身上的水渍 可擦的时候难免有触碰 齐妍深知自己不能再继续了 便直接用浴巾将陆之桥裹了个岩石 眼前人当下的状况 睡沙发是不可能了 生怕半夜陆之桥出什么意外 齐妍就半拖半抱着 将他带到了自己房间 安顿好陆之桥后 齐妍突然想到 自从那次酒吧疯狂后 他就再没有炒过菜了 而如今美味就在身边 手无腹肌之力 可以任由他摆布 但趁人之威是下座的 是无耻的 他不可能对陆之桥做出那种事 他齐妍是贪心 但他更希望与陆之桥 拥有长久的未来 房里抬灯条的昏暗 熟睡的陆之桥 有种甜静的美 退去了所有矜持与冷漠后 不设防备的他 眉宇间显出些许脆弱与疲惫 齐妍伸出手 轻轻抚平了陆之桥眉心的褶皱 又在他眉心处轻轻吻了一下 小声道了句 晚安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落进房间 光线刺目明亮 陆之桥迷里呼呼睁开眼 大脑也缓慢地清醒过来 而后他猛地坐起 房顾四周 发觉房间有点眼熟 这床 这被子 陆之桥这才想起自己 昨晚应酬喝酒 喝多了在路边吐 碰巧被齐妍遇到带了回来 然后洗澡睡觉 他揉了揉太阳穴 坐在床上发愣 记忆到洗澡部分就断了 后面发生的事情想不起来 他低头看了看 身上穿的完完整整的睡衣 分明记得自己是要睡沙发的 却不知怎么就睡到了卧室里 陆之桥查看自己一圈后 没有看到任何痕迹 这才松一口气 齐妍他 不是那种人 突然饭香味飘进卧室内 打断了陆之桥的思绪 他下床穿好拖鞋 走出卧室 寻着动静来到了厨房门口 看着站在灶台前煮东西的齐妍 他身量高挑 一双腿修长笔直 急腰长发瀑布般披散在背后 无论哪个角度都很美 陆之桥神情微动 愣在原地 这时齐妍一转头发现了他 柔声问道 醒了 陆之桥神色略显慌张地N了一声 随后脚步不由自主地上前说道 昨天谢谢你 齐妍真的很不喜欢这种 充满距离感的词语 忽然转过身凑近陆之桥 以及暧昧的语气说道 我不想听你说谢谢 这样些我就来点实际的 比如 亲吻一下 齐妍看着才睡醒起来的 陆之桥模样肃静寡淡 无精打采的 少了几分冰冷静欲 反而一副柔柔弱弱 很好欺负的模样 尤其他穿着自己的睡衣 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诱惑的味道 便忍不住逗懒 陆之桥抿了抿唇说 我还没刷牙 齐妍文言轻身向前调侃道 意思是刷了牙就能亲我 陆之桥哪会想到这一点 没有作声回答 看来 喝酒真的误实 这样些我就来点实际的 比如 亲吻一下 我还没刷牙 意思是刷了牙就能亲我 去吧 我等你 喝酒果然误实 脑子都转不过来 被人吓套还主动往里端 陆之桥边刷牙边这么想 他心里有点闷闷的 说不上来什么感觉 他不明白 自己昨晚是真的因为怕妞妞担心 才选择不回家 还是因为别的 刷完牙 粥已经煮好了 齐妍正在乘 陆之桥缓步走过去 他心跳的飞快 随后趁着齐妍不注意 嘴巴碰了一下他的脸 然后迅速退了开来 齐妍满脸问号 不明所以 一切来得太突然 还没来得及反应 陆之桥便三步并两步地往自己家里跑 等反应过来后 齐妍才喊住陆之桥说 带妞妞过来吃早餐 省得你自己做 说完又补一句 就说齐老师请他吃 陆之桥文言回了个恩 便推开门回了自己家 齐妍看着他离开的方向 抬手摸了摸脸 回忆着刚刚发生的事 不禁黑黑黑地傻笑起来 陆之桥回到家后 捏手捏脚地来到了女儿的房间 小姑娘怀里抱着娃娃睡得正香 陆之桥弯腰亲了亲女儿的额头 柔声叫女儿起床 可女儿闻思未懂 女儿在自己的严格监督下 向来是早睡早起 周末也不例外 可现在已经八点了 陆薇仍睡得这么沉 想必昨晚睡得很迟 不知道是因为一个人在家害怕 还是想等他回来 所以晚睡了 陆之桥不愿往下下 便没再叫陆薇起床 他轻抚女儿的额头 掖了掖背脚后 无声地退了出去 然后回到902与齐妍一起吃早餐 二人各自喝粥 一时无话 这时陆之桥突然想到什么便问齐妍 昨天 你怎么会那么巧出现在那儿 齐妍闻言边给陆之桥家尖角 边漫不经心道 平安夜出去玩 回来的时候刚好路过 陆之桥顺着齐妍的话继续问道 一个人玩 其实上周末齐妍问他有没有空时 自己就已经猜到七八分了 像齐妍这种性格的人 应该有许多朋友 不至于没摇到自己就不去玩了 齐妍回道 不是啊 果然 意料之中 而后齐妍咽下一口粥又补了一句 跟你朋友 陆之桥手一僵 勺子没拿吻便掉进碗里 溅起了几滴汤字落到脸上 那股朦朦胧胧的感觉又冒出来 还没等抓住 就被随之而来更为浓烈的羞脑和愤怒冲走 原来 齐妍有女朋友 那之前他们之间的接吻 拥抱 和自己说的那些话 算什么 齐妍看着眼前人的反应勾纯一笑 随后一边帮陆之桥擦去脸上的汤字一边解释道 就是女性朋友的意思 很多侄女都喜欢这么称呼啊 我就凑个热闹 陆之桥这才恍然大悟 自己又被调戏了 齐妍见陆之桥脸上神情的变化 收敛了笑意 而后低声道 你要是介意的话 我以后不这么喊 陆之桥接过齐妍手中的纸巾 擦了擦脸说 没事 吃饭吧 小闹句过后 陆之桥情绪有些低落 他心想 反正都被齐妍看过最狼狈最丑陋的样子 如今一个小小的玩笑而已 也没什么好在意的 只是自己仍没弄清楚 他到底应该把齐妍当孩子的老师看待 还是放下矜持和防备尝试和齐妍去做普通朋友 陆之桥抬眼看向齐妍又想到他们如今这样 又算什么呢 陆之桥终于与森阳科技谈下合作 便带着合同来到了总经办 舒敏西看合同的时候 陆之桥的思绪已经飘向了远方 因为森阳科技的老总也姓齐 而且五官和齐妍有些像 尤其是鼻子 陆之桥险些以为这人与齐妍有什么血缘关系 不过世界如此大 应该是巧合吧 此时舒敏西看完合同 对陆之桥颇为赞赏 并表示他这段时间辛苦 忙完这阵也可以好好陪陪陆薇了 随后又说自己很长时间没有看到陆薇 问陆之桥什么时候带他出来玩 鉴于跟陆之桥比较熟 舒敏西便没顾及那么多礼节 随性聊了些家常 陆之桥文言表示自己打算过年带陆薇去度假 舒敏西听后眼里扶起一丝落寞 随后感慨到有个女儿在身边真好 不像他截然一身 过年如果回家的话 肯定会被父母念叨 他人到中年快四十岁了 有钱有事业 没伴侣没孩子 虽然后两者都不是生活必需品 但夜深人静的时候 望着空荡荡的大房子 心里难免会生出孤寂的 陆之桥听舒敏西一番感慨后 眼皮低垂的 有父母念叨 也很好 舒敏西一正 意识到不能再往下说 忙转移话题 说原但自己准备去看看董事长 他身体一直不太好 听说又生病了 问陆之桥要不要跟他一起去 这时敲门声打断了陆之桥说话的念叨 两人同时抬眼望去 只见将秘书推门而入 小声说 舒总 青木小姐来了 舒敏西煞事变脸 冷声道 不见 请她回去 秘书面露难色道 可青木小姐是大客户家的千金 话没等说完 她背后一道人影挤了进来 迎面与沙发上二人的目光撞个正着 青木杀季 日本地城朱氏会社会长的女儿 也是舒敏西的前女友 她站在门口 好奇地打量陆之桥 随后看向舒敏西 欲言又止 陆之桥见状时趣地站了起来 礼貌地对舒敏西道 舒总 我先去忙了 说完不带人点头 便脚底生风 仪式寂静 长久的沉默 这时沙季上前两步 问舒敏西 刚才和她坐在一起的那人是谁 舒敏西头也没抬 敷衍道 朋友 沙季似乎看穿了她的小心思 说朋友会叫你舒总吗 舒敏西文言皱眉不打 沙季见状坐到她身边 那是方才陆之桥坐过的位置 手也顺势搭在了舒敏西手臂上 而后她声音有些颤抖道 我不是故意要闯进来的 但不用这种办法你不会见我 舒敏西很是烦躁地让沙季放手 沙季依旧坚持 说我们谈谈吧 至少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 舒敏西使力挣扎着挣脱手臂 恼怒道 你爸都回日本了 你留在这里做什么 沙季文言眼中泛起泪花 哽咽着说自己这次来 就没打算走 这时沙季突然抱住舒敏西 继续解释 自己已经跟新秀离婚了 孩子也 舒敏西听到这番话后当即打断她 大喊将秘书 叫保安来 沙季不知如何是好 委屈地愣在原地 同时间离开总经办的陆之乔 再回自己办公室的路上 想着刚刚那两人 舒总和清慕小姐 明明以前那么要好 谁知道后来 一个因为家族内斗 不得不嫁人生子 一个从心所爱一心 扑在工作上 回到办公室后 陆之乔长叹一口气 感慨道 真是一场孽缘 这时陆之乔口袋中的手机 响了起来 是齐岩的电话 他给的备注是齐老师 一看见这三个字出现在屏幕上 便会不由自主联想到孩子 在学校是否有什么事 他既紧张又忐忑地接起电话 齐老师 而那头却传来女人懒懒的嗓声 带着命令式的语气道 叫名字 快点 陆之乔心莫名颤了颤 从善如流地改口 齐岩 而后二人一问一答 下班了吗 还有五分钟 今天不加班吧 嗯 今天车子现牌 对吧 嗯 陆之乔不知齐岩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刚要质问 对面就传来笑声 随后齐岩柔声道 我在你公司楼下 等你下班 接你回家 你在你公司楼下 等你下班 接你回家 齐岩说完不等陆之乔回应 便挂断了电话 陆之乔放下手机 看着上面显示的时间 距离下班还有一分钟 这一分钟仿佛一小时那样漫长 时间一到六点 陆之乔火速起身 拎起包直直地冲出了办公室 来到电梯间正巧碰到 陆陆续续打卡下班的同事 同事好奇 一向工作第一的陆总 今天怎么准时准点下班了 便问道 陆总今天这么早就下班了 去道 回家陪孩子吗 还是有约呀 陆之乔有些心虚地 咳了一声才回二人 有点事 客套完 陆之乔便随着人群上了电梯 走出公司大门后 一辆骚红色Lay Ferrari停在门口 副驾门高高掀起 拉风张扬的造型格外引人注目 陆之乔正正看着那辆车 耳盼传来旁边人的议论 今天有大客户来 老板的吧 忽然陆之乔有种不祥的预论 这时他手机亮了 是齐岩发来的消息 内容是 上车 一阵冷风吹拂而来 轻轻掀起陆之乔额前的碎法 众目睽睽之下 陆之乔面无表情地迈开步伐走过去 弯腰钻进车里 关上门后 陆之乔脸色爆红 齐岩靠在椅背上 好整以侠地看着陆之乔 挑眉轻笑道 陆女士 您的专职司机也念为您服务 陆之乔一阵无言 齐岩继续道 我这车好看吗 陆之乔深呼吸一口气 不敢看窗户外面 轻轻嗡了声说 好看 其实陆之乔还想说 这车不仅好看 还骚气 十分符合齐岩这人的气质 简直就是为他量身定制的 齐岩嘴角笑痕见深 随后他直起背 撑着手臂靠近陆之乔问 喜欢吗 陆之乔喉咙噎住 他岔开话题回道 你哪来的 齐岩又朝陆之乔靠了靠 他温热的呼吸尽数 扑到陆之乔耳侧 嗓音撩人说 不用管哪里来的 反正不是偷的抢的 回答我 喜欢吗 陆之乔打了个颤 偏过脸夺眼前人 却正好将泪志送到这人唇边 煞时热意复过 连带眼皮都要被融化 含糊地硬道 喜欢 齐岩温柔地作着他的泪志 谋色暗沉欲晦暗 而后继续追问 那是喜欢我的 还是喜欢那个男人 陆之乔半边身子 被挤得贴到车门上 他双手紧紧抠住背包 无处可避 只能束手就擒 这时齐岩鼻音哼哼声 并伸手将陆之乔勾过来写 天色已完全黑透 大楼内灯光刺目 照得门口范围亮如白昼 透过封挡可以清楚 看见外面的花朵 或有种随时会被人窥视的错觉 陆之乔轻轻挣扎了下 不料反倒被抱得更紧 胁迫似的 陆之乔无奈只好回答 喜欢你的 他晓得齐岩不听到满意回答 不会罢休 与其在这里僵持 担着被人看见的风险 不如吃点嘴皮子亏 把人哄叔叔了 赶紧离开 齐岩大带是看穿他意图 有意逗弄 不依不饶道 服依 陆之乔决意豁出去 于是偏过头 轻轻吻了一下齐岩唇脚 可还来不及退开 就被一只手按住后脑 不受控制地伸吻上去 微卓的气息流连磨蹭 从主动到被动 他脑子却没糊 趁呼吸的间隙又说了一遍 喜欢你的 终于 齐岩放开了他 今天陆之乔没化妆 只瞄了眉毛 化了细细的内眼线 否则刚才那一下子 齐岩不知道要吃掉 多少粉底液和口味 他嘴唇被吻得冲血发红 滴滴喘着气 这时身边人忽然拍了拍方向盘说 那个男人的车步之前 活得可是限量款 他嘴角掀起深深的弧度 神情略显轻蔑 但只是一瞬间 很快又消失得无影无踪 而后齐岩顺势俯上 陆之乔的脸颊轻轻磨缩 眨了眨眼对陆之乔道 香车配美人 我今天可是特地开车来接你的 你觉得豪车能代表一切吗 陆之乔脸色沉下去 声音低冷 他想起自己刚毕业那年 在外风吹日晒的跑业务 因为年轻漂亮 不乏有钱的土老板想要包养他 话里话外尽是暗示 像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不用那么辛苦 早晚也是要嫁人的 趁年轻 给自己积累些资本 香车配美人 只要你愿意 我给你买车 买房子 买什么都可以 那是陆之乔第一次真切感受到被羞辱的滋味 天真不代表他傻 他脑子很清醒 往事历历在目 陆之乔心酸犹在 他拍开齐炎的手 咬牙望着齐炎 漆黑的毛子凛冽如冰 有些情绪失控道 你是老师 我看到像是暴发虎 陆之乔已经不记得这是第几次 面对齐炎时 他总是找不回原本的自己 屡屡处于劣势 而这个女人 轻易就能击中他内心最脆弱最柔软的地方 然后看尽他的狼狈 齐炎僵愣着与他对视 手慢慢从方向盘上滑下来 他眼睛里的光熄灭了 自嘲地说 没错 我本来就是暴发虎的女人 他声音有些哽咽 头缓缓低下头继续道 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狭小的空间被静谜吞噬 陆之乔撇开脸 疲惫地吐出一口气 他想走 手在车门上忙摸了半天 没找到车的开门锁 这时陆之乔语气冷冷的 我要下车 齐炎抬起头 抓住陆之乔另一只手 陆之乔不耐烦道 打开 齐炎见状有些焦急地说 对不起 我们一起回去吧 陆之乔依旧坚持自己的想法 他挣扎 想将手从齐炎手中抽出 可手腕却被抓得更紧 这时陆之乔耳边传来 齐炎低落的声音 别走 我说话欠妥当 冒犯到你和朋友 对不起 从小到大 齐炎被父母宠着 让着 长上明珠式地呵护着 没吃过半点苦头 没瞧过半分眼色 他习惯用自己的价值观 去判断周围的事物 表面上语言客套 骨子里却离经叛道 简单来说是 另一种形式的虚伪 齐炎近几年有所收敛 但遇见陆之乔后 藏在完美皮囊下的灵魂 总是蠢蠢欲动 一旦碰撞 就变得乱七八糟 他今天做的事 说的话 幼稚地像的孩子 此时此刻 齐炎声音近乎恳求 却也稍有克制地 对陆之乔说 我们回去吧 僵持半晌 陆之乔脸色稍有缓和 他嘴唇动了动眉说话 随后调整了一下坐姿 原本朝着车门的膝盖 摆正做好 齐炎见状松了口气 防缓放开他的手 规规矩矩地系好安全带 眼神都没敢乱瞟一下 车一路走走停停 谁也没说话 冷静下来后 陆之乔心里的气消了不少 他明明知道齐炎 只是无心之谈 可他不明白 自己为什么还是会生气 难道因为对方是齐炎 所以自己才会恼羞成怒吗 到小区后 两人一同乘坐电梯并肩而行 气氛一直尴尬 他们始终没讲话 彼此却互相用余光打量对方 走出电梯时 两人一口同声道了句 晚安 然后各回个家 回家后陆之乔脱掉外套 进了厨房准备晚餐 洗手时陆之乔有些出神的响 自己刚刚的反应是不是太过激了 要不要和齐炎说点什么 这时陆薇偷偷摸摸来到厨房 探头探脑地看着陆之乔 随后趁着陆之乔 不注意一把抱住他 嘴里还故意发出吓人的声音 陆之乔正在洗菜 冷不丁被吓得一抖 就听到身后的小女子哥哥笑道 陆女士 你胆子好小 陆之乔称笑回他 没胆没小 陆薇两条细胳膊 估着陆之乔的腰 撒娇道 妈妈 明天学校开元旦联欢会 我要表演记录 你去看吗 陆之乔有些犹豫 因为明天是工作日 可是妞妞有表演机会也是难得 错过确实可惜 小姑娘见他犹豫 可怜巴巴哀求道 妈妈 你去一次吗 而且齐老师答应我了 如果你去的话 就给你留第一排的位置 陆之乔一愣 皱眉道 是你跟齐老师提的 他突然变了脸色 神情严肃 陆薇有点被吓到 缩了缩脖子 小心翼翼的点头 陆之乔把菜往水里一丢 转过身来 眼中含着韵怒对陆薇喝道 你怎么能向老师提这种要求呢 上次妈妈怎么跟你说的 在学校要和齐老师保持距离 他是所有同学的老师 不是你一个人的老师 万一被其他人知道 你想过齐老师 要承担什么后果吗 陆薇从来没见妈妈 发过这么大的火 顿时吓傻了 咬着嘴唇 站在那不知所措 突然眼泪就掉下来 陆之乔意识到自己严重了 心里一阵莫名的烦躁 好像只要遇到 跟齐言有关的事情 他便难以控制自己 也不知哪里来的那么大脾气 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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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齐言 好像一遇到 和齐言有关的事情 陆之乔就特别容易情绪失控 看着眼前乌液的女儿 陆之乔撇开脸 抬手捂了捂额头 他很后悔自己 刚刚对陆薇的责备 想到这里陆之乔叹了口气 随后为陆薇擦了擦眼泪 现在的他实在是 没心情哄孩子 擦完又转身 回了厨房继续洗菜 饭后 陆之乔坐在沙发上 反复复盘自己 刚刚对女儿的态度 陷入深深的自责 这时门铃声响起 这个点不用想也知道是谁 此情此景像 急了小玩具 被看到的那天晚上 门开后 意料之中 齐炎站在外面 灯光映的那张 冷艳的脸光结银亮 他神色稍显落寞 轻扯嘴角道 你家有晕斗吗 陆之乔不愿指示齐炎 只是点了点头说 有 随后转身进了书房 齐炎见状深深地叹了口气 不一会儿 陆之乔搬着烫板出来 另一手提着电晕斗 交到齐炎手上 眼皮始终没抬起来 齐炎接过东西后 向陆之乔道谢 两人之间仿佛 回到两个月前 客气 礼貌 疏离 齐炎并没立刻走 而是看着电晕斗 犹豫了片刻问 你会晕衣服吗 能帮我晕一下衬衫吗 我很久没用了 手伸 听到这话 陆之乔立刻便猜到 他想做什么 心里也已然做好了准备 傍晚既然是误会 过去便过去了 日子还要继续 毕竟是女儿的老师 陆之乔眉头都没皱一下 干脆地回了等 好 而后抓起放在 玄关上的钥匙 跟着齐炎去了他家 到家后 齐炎拿起一件 皱皱巴巴不成型的 黑色衬衫问陆之乔 这个样子 能运平吗 陆之乔只瞥了一眼说 可以 因为自己日常穿的衣物 大多需要运他 平时经常使用 运斗的比较多 自然一眼就能判断 话说完陆之乔便接过衣服 顺势抬眼看了下齐炎 他没说话 而是低头将衣服 放在烫板上铺平 拿起运斗压上去 陆之乔手法娴熟 十分小心细致 齐炎就在离他 两不远的地方看着 他视线控制不住地 沿着陆之乔手指往上 停在领口处 圆领睡衣 修长的脖梗露在外面 最上面的扣子开着 平直的一字锁 骨若隐若现 朦朦胧胧的 惹人心痒痒 这时陆之乔突然 开口打破沉默 妞妞是不是跟你提了 联欢会留作为的事 他依旧没有抬头 见齐炎没有回应 他继续道 小孩子不懂事 你别理他 回过神的齐炎 心虚地从陆之乔身上 一看目光 他点了点头回道 本来那个座位 也是空着的 陆之乔停下手中的动作 抬起头看着他 眼底涌起 灰暗不明的情绪 他无奈道 你不是扭扭一个人的老师 齐炎动了动腿 垂在身侧的手紧握成拳 指关节微微泛白 终究一步没挪 他看向陆之乔 认真地回道 我知道